今天這個單點是跟性別研究有關 我看你們的社會上面是這樣描述 活在當下的臺灣的話 大概每一個人都會去問說 最近這一連串非常損風的事情 性別研究會有什麼話可說 如果從性別研究的角度來講 他會這個事情不如神讓你的詮釋 目前的話我也覺得 各位所看到的女性主義者的堅默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困難度 就是到底從女性主義或是連絡的角度 要對於這一連串看起來很困難的事情 提出什麼樣的一個比較宏觀的解釋 或者一個宏觀的框架 那個困難度目前還沒有解決 因此你還沒有看到 提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解釋 相反的你比較看到是 在針對加特定的議題來做評論 比方說女秀蓮 會怎麼樣行實驗功事件 呈現事件 會怎麼樣行空間組對話之類的 就是比較還是在小型的局部的議題的取向 如果從一個社會的文化的歷史角度 帶著性別的眼界 來對這一連串事情的解釋 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我今天有一點點想要做一個初步的嘗試 就是我要從我們 以Pansman Kudens的角度來開個端 那這樣的話也許可以使我們 比較有另外一種看事情的方式 新竹當然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來談這件事情 因為新竹最有名的其實不是新竹特別的區 而是清大的情沙案 那現場當然是文化主辦公室案 那因此新竹本身這個地區的話 就是把琴瑟的暗流其實是蠻明顯的 而這些琴瑟的暗流 終究所曝露出來的那一剎那的時候的那種 那種暴力或者那樣子 非常充滿的怨憤或者殘暴的一些做法 或者力量的施展也是使人覺得很炸舌的 那如果用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架來回應的話 我覺得Ithan and Guinness 會對這兩件非常純松的暗流說 這也是親密關係的轉變 他這本書 《Defementia Lentiness》這本書 第一章一開頭的時候舉了一個例子 他舉了例子就是說有一個男人 然後他後來發現他的妻子 原來過去在婚前跟別的男人有關係 因為他就非常非常地憧憬 他通過下這一件事情 他有一次就把這個難度約出來 然後把這個男的反正就要弄殺他就對了 那當然後來這個妻子在這個過程當中也 然後他把他的妻子也找來 然後看到說你看你這個愛人死掉了 我就是沒辦法接受你的過去 然後他把妻子扯起來 然後自己扑殺 當然妻子如果要求救 然後他就用頭去撞過淋瘡 據說那個小說的結尾的話 是可能會去疊死了 那《Defementia Lent》選了一個很肥皂劇的 對人小說來談現在心理關係的轉變 其實是要展示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目前晚期現在的社會的話 其實在我們不管是政治也好 經濟也好 教育也好 你想得到的任何層面 都有些重大的巨大的變動 可是對於情愛 對於親密關係 人們的期望 人們所習慣的情感結構 似乎還是那最傳統的 這部分解釋了為什麼那一個先生 即使是在太太的生命中 從來都還沒有他的那個時刻 現在有過別人 他都沒有辦法吞下這口氣 他硬要把對方殺掉 然後以這個傷害自己 來做最後的結局 那《Defementia Lent》在這個地方 其實指出來 現在的親密關係 已經在做一些劇烈的變動 可是人們在情愛結構上面 還沒有去認識到這樣一個變動 這本書 從我們程度上來講 想要說的就是說 往期現代的社會當中 一些很重要的轉變已經發生 而人們需要在這裡面看到這些轉變 那做出什麼樣的相應的調整的話 派一些基本的建議 如果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可能比較能夠把 新大的情殺事件 或取得或被通胎的事件 不要視為個案 而視為是一個社會 在序列的變動過程當中 所出現的一些 跟過去傳統的價值觀 或者情感結構 或者預期 產生了劇烈的變春圖 因為我覺得如果說 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只能以個案的方式來看的話 其實看不到這些個案的 形成背景過程當中 有比較大的歷史社會 文化的環境背景 我們充其量只能看到 比如說這個人是不是擔心家庭 或這個人的個性如何 去把他整個個別化去理解這件事情 如果用Guinness的方法來談的話 我覺得至少可以使出來一些 比較大型的文官式的一些轉變 這些條件會造成什麼樣的衝擊 或者影響 是這本書想要講的 好 那現在前面的話 只是個八卦來開頭 用這個八卦的消息 然後來套一下 Guinness的公式 那Guinness的公式 到底是怎麼樣進展的 是我今天想要講的 那我之所以要講這個題目的話 在本書中來講 我也是有一點點希望展示出來說 也許各位認為性別研究 大概就是讀一些所謂的最專業的 以及母性主義的說法 或者只要讀一些跟Gender 跟性別跟其下關的東西 大概就是搞性別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分的話 其實忽略掉了性別本身的定位 它的內涵它的形成 我們個人在中間的安生命命的感覺 其實在一個很大的 社會環境的背景當中形成 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背景 近年來有些什麼樣的進展 是值得我們用一個歷史的 文化的社會的角度去觀看 以便能夠真的能夠認識性別 換句話說 說的很白言 就是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演講 去指出Gender-only的分析 很多時候會有問題 我如果只能看到性別 而且是一個在生理基礎上 來思考的性別 這樣子一個分析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先說一下 親密關係的展現的那個 命題架構 如果你們有看了我寫的 導讀的話 可能也比較知道一下 Pivens的對話對象其實是符扣 那也許等一下我在談的時候 可以藉著描寫符扣 而能夠凸顯出來 Pivens跟他的相合點或者相異點 那這些問題的話 可能也會比較難一點點 我覺得第一個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符扣之所以成名的話 很多人認為他在性的歷史解釋當中 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洞見 因此他的話可能是 Invention of Sexuality成名 就是他要說明在歷史過程當中 Sexuality 性這樣一個詞是怎樣 這樣一個概念是怎樣被發明出來 成為文化裡面 被大家最視為重要的根本的指標 而且也成為社會文化 征戰區最劇烈的場地之一 此刻的台灣就是一個律政 就是Sexuality被當成 大家非常重要堂入的東西 認為透過性思 可以看到一個人的真正的面貌 他的最內心的核心的真相是怎樣 所以當符扣在講 Invention of Sexuality的時候 Pivens在這本書中提出來 相對應的概念 其實是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就是親密關係的轉變 大家如果望文生意 也已經看到其中的不同 就是復刻談的是Sexuality 是性在一個文化的影域當中 包含非常廣 從實踐到歷史到成規到建制 到各種態度 各種態度的事實 其實都包含在Sexuality的層次當中 但是Pivens認為說 他自己寫這本書書也是本來是小型性的 結果後來寫來寫去 發覺寫愛神的文化 尤其他在通俗的文化裡面 去找他要寫的立正 這個時候很有趣的是 他都覺得 今天不是學術的書籍 學術都是一般的 八卦型的或者琴瑞的小說 裡面充滿了各種很普通的一些 很像八連黨九連黨這種連續去激情去的內涵 也因為這樣他特別注意到裡面有關情感這個部分 有親密關係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在寫的時候 他其實有意要把他自己的研究跟復刻做一個區分 復刻談的比較是性的東西 比較談的是一個大的性的體制性的部署 怎麼樣塑造了個人性 怎麼樣想要在眾多的個人當中 能夠形成某一種集體的管區規訓或者是限制 而Giddens在這裡寫作的時候 他有一點點希望 不要寫著那樣一個大的體制之下的個人 他相反他要寫個人與個人之間 他要寫親密關係的時候 他其實很希望能夠注意到人和主體之間的互動 怎麼樣影響到整個大的局勢 也因為這樣一個寫作的話 他比較能夠關注到 復刻在書中沒有提到的部分 例如性別 所以Giddens的這本書非常強調的就是 女性在打造情感領域當中所做的一些積極的工作 所以一反過去我們在性別研究領域裡面常常看到的 好像覺得這個世界是庫全打造的 女人的工或者女人的想要的東西 還是上面得到很好的呈現 但是Giddens說對不起 其實現代的情感領域 基本上是女人打造的 女人花了很多的工夫 在情感領域當中 創造出來一個可能協商的 可能控除的 可能比較有內涵的一個生活空間 那這一點上來的話 他Giddens自己覺得是滿驕傲的 因為他覺得他關注到的性別的層次 是福克沒有注意到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重心的差異的話 也會使得他比較會去處理到 跟福克不太一樣的一些材料 所以福克要處理的話 他能處理一些比較大的歷史節點上面 重要的社會機制 比方說像基督教宗教裡面的操作方式 或者有些什麼樣對於人的 很強大一些歸馴的設立 也是對於Giddens來講的話 他左眼的地方就比較小 他從很小的地方來觀看 一個社會可能已經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轉變 那現在只是先把這個假想題列出來 那我下面先要說一些事情 在我們還沒有談Giddens之前 我覺得把Giddens跟福克對比起來 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做法 可是同時的話 我也是可能要提醒同學們 就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怎麼閱讀復刻或怎麼閱讀Giddens 在這個角度上來講還沒有被談的事情 大家常常會去說復刻說什麼復刻說什麼 可是到底是誰在說復刻說什麼 這種閱讀的方式是從哪種角度出來 其實是蠻有趣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去讀復刻的經典的話 然後相較於你在第二手資料裡面 所看到的人對於復刻的評論 是有時候真的會發現 能夠滿大的落差 所以這一方面的話是有一點希望 也許在所謂談復刻說什麼 或者Giddens說什麼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下 就是怎樣去閱讀他 因為我自己讀復刻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常常在二手的資料裡面 看到復刻是被引用來 針對比較新興的社會運動 或者新的認同的運動 來提醒他們說 你們小心喔 任何的認同都有包含權利的內涵 或者任何的論述都有包含權利的內涵 因此復刻的理論幾乎在這一類的歌述當中 都是被用來針對一些邊緣的 新興的很微小的聲音告訴他們說 你們雖然微小可是你們充斥著權利 我們比較少看到復刻自己的作品當中 所進行的一些分析 就是針對非常大的建制 非常大的一些歷史的變化 因為復刻在提出來說 在基督教的傳統當中 或者在軍藝、軍衛、學校這些牆域當中 所展現出來的權利規矩的手段的時候 他針對這些真的是非常大的一個機構 可是這部分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大家使用反而比較少一點點 多半就是如果使用的話 就是也是停在那一點說 你看他們權利是多默的是一刻的深入 我們身體的每一個小小的角落 指導我們內心的每一個秘密 就結束在這個地方 如果再不然的話就轉過來說 你看你們這些心心全小的權利的話 小小的運動的話 你們中間也包含了一些權利的內涵 那萬一如果你將來也被整個大權怎麼辦 萬一同學練這個over the world怎麼辦 所以對於復刻的使用的話 不是這一種就是這一種 要不就是說權利多大多大 要不就是你們這些小團體的話 也是有權利的 對於復刻的閱讀和使用的話 多半是介入這兩種之間 也因為這樣 所以多時候你其實就 你知道沒有去讀復刻所做的另外一些東西 所以也許大家有興趣的話 在讀復刻的二種資料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說 他復刻自己本人是怎麼樣去想到平衡 某一些可能專注一方的這個做法 那這一篇的話 我沒有什麼標準的按提給大家 我也有一個按提你們說 你們一定要讀經典 你才能夠能夠得虧權到 而且說提醒大家一下 讀的時候怎麼閱讀呢 講法復刻的閱讀 最終能影響到你怎樣看 好那我現在就轉過來說 那時候我怎麼看Kiddens 我完全不宣稱 我對Kiddens是一個正確的閱讀方式 或者我對Kiddens是一個全面的閱讀方式 相反的我不管是讀復刻 讀Kiddens 故意從我的角度來讀 從我做一個對於社會運動 你有興趣的人的角度來讀 所以我讀Kiddens的時候 也會跟別人不太一樣 因為在台灣的話 大部分人會認為Kiddens是一個保守派 至少在知識問題圈裡面 認為Kiddens是保守 因為他在政治上所提出的第三個道路的話 其實是去年 好像是一種妥協式的做法 或者一種取巧式的做法 不過我倒是覺得在親密關係轉變這裡面 他談到一些東西是很有趣 有一些人認為說這本書有點像個趨勢所以 就是講一下說男女關係或者親密關係 現在已經有沒有什麼樣大的趨勢 因為我比較不喜歡用這種方式 就是我通常在閱讀這一類型 好像在做趨勢所裡的作品 但我比較不喜歡去斷定說他講的是真的還是對 還是錯的 是真的還是假 是對的還是錯的 我比較不願意這樣去讀他 因為我覺得 對Miracle裡去斷定一個人對於事物的分析 是比較沒有任務的事情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說 這裡面講了一些什麼東西 是展露出來什麼樣的曙光 覺得我們中間有些什麼都在改變 好 現在我們真的要開始來講 親密關係的轉變 就Kiddens的 一些現代理論來說 他展現出來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剛剛從這個八卦的故事開頭的時候 已經提到一些 現在其實在各方面都有一些重大的轉變 這個重大的轉變的話 就Kiddens來講的話 當然非常非常明確 是具有一個特殊的共通性 這個共通性 就他而言就是現代性 Moderity 現代性 現代性的話 Kiddens也是在訪談當中 他也 summarize 現在是一些特質 以便顯示出來 所以通過這幾個方向 我們會看到這個社會轉變的一些趨勢 那我先把這幾個特質講一講 再來講這幾個特質的內涵 Kiddens認為說 Moderity 本身的話有 如果 郭威納來講的話 可能有三個很大的特性 那第一個特性 很有趣 他不必先談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大的變化 他認為第一個特性是態度 現在性代表的是一組態度 這個態度的話認為 未來是開放的 是可以經由人的努力 或者積極介入 而改造 而打造 而塑造 那我覺得很有趣就是Moderity 對他們來講 是有這樣的一個開放性的世界觀 來領頭 後面才談到這樣一個世界觀之後 下面在政治經驗裡面上面所造成的一些非常重大的改變 所以這樣一個態度的話 其實Moderity的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也就是對於自然界也好 對人類的社會也好 都抱持著我們可以繼續改變它 改造它 這個Moderity裡面的出現 當然跟它本身的時代性有關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活在中世紀也好 我們活在教會掌權的時代裡面 我們覺得世界的話是上帝安排的 我們一切都有上帝的體力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一種世事都被命定 世事都有權威可以做出的 這條件之上 我們是不大可能有那種態度 就是說未來是開放的 我們是可以改造的 這樣一個開放的改造的態度 不必定代表著對於原有的那種宗教的權威 或者哪一種政治結構的抗爭 他通常說Moderity的出現的話 其實是在一個相對應於前一時期的某種權威 某一種固定 某一種認定 某一種封閉式的世界觀和世界系統當中 從那個相對應於那種說法 而出現了一個新的態度 那這個態度的話 一般來講會把它定位在十六時期實體開始 這樣一個現代的趨勢 他的態度的話已經開始認為 世界是開放的 世界是可以被我們知道的 自然是可以被人操作的 我們是可以改變世界的 我們是可以創造自己的未來的 也唯有這樣子才有一個progressive 就是不斷進展的歷史的觀念 而且終點不是可以預估的 不像在基督教系裡面的話 那終點的話大家都知道 上帝的旨意完全實現 整個祝福計畫的完成和開展 因此 Guinance在這裡提到現在的 第一個大特性的時候 其實是想要描述那樣一個進取的 那樣一個開放的態度 你當然可以把它說的很陰謀 說這樣一個態度的話 其實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某一種 不斷要改造這位世界 統治這位世界 宅治這位世界 扭轉這個世界 讓它能符合它自己的意義原則 當然可以這樣去讀它 但是我覺得這樣讀完又怎樣 那樣這個意義原則的做法 對我來講是比較不太 fruitful 沒有什麼太大的好的這個結局 除了說完那個意義原則外 下面就有什麼下落 所以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覺得先要抓到 就是現代精神 這樣一個open的精神 開放的可操作的可改變的精神 那第二部分的是認為現在是最大的特質 就是一套經濟體系 這個經濟體系的這個特徵的話 當然就是工業生產 或者資本主義的這樣一個擴張性的氣質 你可以看到跟前面那個其實有關聯 就是那種開放性那種應該可以做 應該還能夠有更大的空間 其實跟後面的政治經濟體系的這個操作 是連在一起的 那經濟體系面這個工業生產 和資本主義的這種生產體制的話 配合了前面所講的那種 面對著開放的未來 不斷地思考 我還能還有什麼樣的市場 我哪裡還有原料 我還能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設計或者操作 才能夠提升那個生產 這個生產的東西 我還能製造出什麼樣的副產品 這個副產品我還能怎麼樣 能夠提升它的效率 我還能怎麼樣能夠擴大最大的 消費物客群 這一系列的話其實都包含那一個 expansive 就是擴張型的 progressive 一直往前的這樣一個動力 存在在那裡 那第三個 Ginders的那種現代性的特徵 它就是政治體制 特別是大眾民主 也就是互相過去 是軍王操縱一切 或趙皇操縱一切 而是有概念式 有representation 來進行的政治體制 大眾民主 我們所謂的民主制度 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民約論 這一系列有關於解放政治權力 不再把政治權力 mistify 神秘化說是上天賜給某人 或者上天 某某人因為蓋身的時候 因為天空有什麼樣的異常現象 所以他是 人中之龍鳳 然後要做天子之類 比較沒有像這一類型的神秘性的政治理念 相反的是透過大眾民主 透過權力的參與 來決定於政治體制 因為從上面的天正主談的 現代性的這個三大特徵的話 其實都包含了一定的開放性和變動性 我覺得這部分是先要抓到的 這個開放性就表示前途很無窮 還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那個變動性的話 各位可以看得到嗎 你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他隨時隨地的這種科技方面 或者生產制度上的改動 他其實會改變他的任何操作的方式 會使得人們的組合方式改變 怎麼樣來區分歷史的工作 怎麼樣來合作 完全有很重大的一些改變 那在政治上面來講 由於是全民參與 因此全民參與的這個投票 每次開票出來都幾乎有點 好像是在那個猜疑一樣 所以從前是比較容易 因為都知道國民黨主政的年代的話 其實不用看選舉結果 因為票櫃已經做好了 那可是現在的話 真的是 你就是很難講一個人 是不是能夠當選 我們現在這個選舉 每次出來的時候 越來越叫人鐵眼鏡 人家看好的會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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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的媒體 民調炒作 還有各式各樣的秀 都造成極大的變數 因此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開放性 它那個變動性 已經形成了一個整體的氛圍 這就是現代性 modernity 的氛圍 已經是這個樣子了 充滿了開放性和變動性 好 我講到這裡的話 再回到親密關係 這個領域來看的時候 你馬上就會看到 這中間好像有一點點 大不起來的感覺 大不起來的感覺是 奇怪 我們一方小的親密關係 不是就是穩定的關係嗎 親密關係不是就是 找到一個我性愛的人 然後位子跟他在一起嗎 然後兩人過過婚約 til death was part 死亡才讓我們分離啊 這些的 親密關係當中那種 好像絕對不可能改變的血緣關係 父親和親和子女之間的關係 家族之間的關係 對我們來講親密關係 這些因為性 因為愛 因為血緣 因為親屬關係 所建立起來的人際網路 是天鋪不破 非常不變的東西 而且我們也常常 因著這樣子的一些圓頭 比方說因為血緣 因為婚姻 因為性 因為愛 因為這種親密關係的承諾 而要求對方不能變 所以在這裡面看得出來 我們活在一個充滿了開放性 和變動性的分圍當中 然而我們對親密關係的想像 對親密關係的期望 恐怕一點不開放 一點不變動 從某個程度上來講 Kiddens對於新竹地區的這些慘劇 分析的很可能 就會指出來中間這個斷裂性 換句話說 我們已經活在那樣一個環境當中 是人可能有很多很多情愛的對象 關係很可能是變動的 也很可能是分享的 但是人們他在情感經過上的期望 還是那樣子一個堵霸的戰敗 那這裡這個斷裂的狀況的話 禁定了悲劇的發生 我覺得這是 但是Dennis從第一章這樣開始講 那個男士的這個悲劇 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你們有沒有看一下 我們作為已經發生了什麼樣的 這個世界的變動 而為什麼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變動 的期望 竟然還是這樣 你在這樣一個架構之內 去讀這本的時候 去思考Dennis對親密關係的想像 你這樣看得到說 他其實有一點點想要說出來 在我們此刻的現在心裡面 所要求的親密關係 其實已經有了很重大的改變 這段數字他就明確地知道怎麼說 親密關係 在現代化的這個邏輯之下的話 他應該的趨勢 或者他已經展現出來的趨勢 很簡單 民主化 Democratization 這個民主化又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下面要接下來講的 就是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如果說在現代 在現代性的氛圍當中 親密關係展現出來的特質是 異形趨向民主化 那這樣一個民主化意味著什麼 這本書裡面他講的比較少的是 親子之間的關係的民主化 但是確實有 還是蠻不少的這個篇幅去談 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因為他在這裡很明確地稱呼 有一類型的父母 是叫做Toxic Parents 那就是有毒的父母 他們會很害死子女 因為他們就是黏著子女 或者說他們還是在施行過去 在傳統社會當中 對於子女的那種全面籠罩的管制 所以 親子之間的關係都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化 這個趨勢正在發展過程當中 也許在講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再來談一下 因為這次談的另外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現代性裡面 也展現出了一個特質 叫做D-traditionalization 去傳統化 D-traditionalization是說 在過去的傳統世界裡面 我們有一些 因為文化 因為歷史 因為族群而傳承下的一些傳統 我們有一些一定的定位 你是某某家族的第幾世代玄孫 然後你是屬於哪一個地區某某村 你姓化村的村民 所以你是怎樣怎樣 傳統的這個社會的話 它有一定的共識 一定運作的方式 人能按照一定的規矩來安排他的生活 你看一個傳統的社會的話 文化社會是一個比較準的東西 歷史為座 歷史為座 去下車東四季應該做些什麼事情 其實你不需要去特別去 要做什麼樣的改動 因為就是按照一個自然的改變 然後應該什麼季節 你就做什麼樣的事情 你不需要特別去想 不像現在的話 現在如果說 因為不是那個年代 因此你要想看你的公司 要去哪裡開過市場之類的話 你絕對不會去看什麼追下車東 相反而言 你會去看世界地圖 會去看世界的經濟指標 不去看什麼地方還有市場 可以給我開發 你會看股票的動盪的狀態 你會看全球投資的趨勢是什麼 你會去看很多別的東西 但是你會訴諸一些傳統的座位 這個座標 傳統的座標 傳統的定位 那去傳統化在這裡的話 很明顯講的是說 在現代性氛圍當中的話 人們逐漸脫離一些傳統定位自己的方式 比方說雖然說我姓和 可是我跟何家的世代可能沒有像過去 這麼樣清純的一個傳統關係 也就是說何家的祠坦 可能沒有辦法決定我的生命 不能決定我是不是要把我淹死啊 或者說我可以觸犯了我們祠坦的歸條 各位你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比較容易聽到什麼叫做去傳統化 也就是說過去的某一些籠罩方式 權力關係 管理方式 定位方式 都在現代傳統當中不再 不再是有一些非常具體的能源 籠罩的能力 去傳統化這裡的話 是原來共識的退場 是新的座標 新的定位的出現 你有一些新的grouping的方式 你跟哪一些人去認同嗎 跟哪一些人站在一起 你不再是順從這裡的族群 或者你原來的那個前一個時代 前一個脈絡的那種操作的方式 這種去傳統化 在親子關係當中 當然就會形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 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往往認為說 教育是一個提升自我的或者充實知識 然後使我們做未來有用的動良之財 之類的一個過程 可是各位也許 從另外一角度來看的話 你看到的是 教育同時也是一個使得人們同職化的過程 同職化 就是各位都要離開你們各別的家庭 每一個家庭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一些 因為族群或者因為文化 或者因為階級 或者因為什麼什麼的不同的背景 你可以看到你們南部來的同學 北部來的同學 東部來的同學 澎湖來的同學 氣質 習慣 口味 這些風格 都不太一樣 可是教育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一個同職化的過程 換句話說 教育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 削減親父關係的過程 但是父母親沒意識到這件事 我們的話老早就要把這個教育的大權 好好的多多管理裡面 很多時候父母親認為 教育會幫助他治理小孩的人 可是大家從小也都知道 小孩子常常回家的時候說 可是媽媽 老師說 那裡已經看見 就是某一種自由的家族裡面 操作的方式 其實跟教育體制當中操作的方式 有一些摩擦出現 因此有時候家長會到學校去找老師 說老師不要說什麼 這種溝通的話 其實也是兩個權力體制 在互相協調 怎麼樣能夠維持彼此 都還能夠安穩做下去 回到我剛剛講說 親戚關係的民主化 那我們已經從一些很淺顯的關係當中 看到親戚關係的民主化 你們在親子的層次上面 至少可以使得親和子之間 有比較不太一樣 不像從前過去的那種觀念 比方說親子觀念 在這個傳統的社會裡面的話 父母親生子女 那我既可生你也可殺你 人命就是我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父母親對於子女是絕對籠罩的 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之內 你們會發表一些趨勢 這個趨勢就是連國家的法律 也會侵蝕父母親的統治 最簡單的就是像 剛剛都知道的 少年福利法 兒童福利法 而兒童和少年相關的法律 其實都在甚至父母親 可以施展在兒童身上 和少年身上的一些管理 比如說 然後說你過去的話 你說我高興打他就打他 對不起 現在有法律表情說不能打 過去你說 我家下車買個東西 我把孩子留在車上 現在說不可以 但就留在那個地方 你出門也不能把孩子 守在家裡面 現在都違反一定的法律 換句話說 國家的法律已經在親情施展這個範圍裡面有一定的密度了 也換句話說 親子之間的關係 就國家的法律來講 已經趨向於民主化 孩子有一定的人權 這就是民主化的一個趨勢 在台灣所有的報紙以及雜誌上面 你們去看那個唐親子的欄 你會發現 從前的話 都是怎麼樣教導小孩 現在的話 都是怎麼樣帶孩子做朋友 你知道這中間的區別吧 做朋友 跟怎麼樣去教導他 訓練他 是兩碼事 你要有不一樣的一種權力操作的方式 來跟他溝通 互通 這裡面這個民主化 並不表示說 不包含任何權力的內涵 大家都知道什麼叫懷柔嗎 對不對 做朋友可以是 用懷柔的方法來做 跟他說 跟他很好 然後說 什麼事都要告訴媽媽喔 跟自己人在笑 相信你沒有 就是誰要告訴媽媽 所以 這個民主化 並不表示 其中就沒有權力差距 對不平等的展示 但是這個民主化 那確實顯示 至少你有比較多的操作空間 今天爸爸要把你打死的時候 在這過程當中 你可以有其他的外力 來引入阻擋 這樣一個權力的全面施展 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只能講說 其實這樣的人 裡面也包含了權力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看見說 這個 固然是有權力 但是也意味著 你有比較多的操作空間 也因為 這個民主化的一個趨勢 好 那換到另外一種 所謂親密的關係 比方說 愛情關係 或者性關係 或者夫妻關係 或者同性伴侶關係 或者同性伴侶關係 之類的 在這本書裡面的話 基本上 會做這樣的區分 就是說 好像同性戀人 吃另外一口氣 他會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反正我們會說 親密關係 從親密關係 我就從親密關係 來看 那從親密關係的角度來看 那從親密關係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一些 開放性 和變動性 在親子層次上來講 有時候看的比較少 大家總覺得說 不管怎麼樣 你還是我的血緣 不過 人類 並不是我們家人 都去查DNA 或者沒有cause 要去查DNA 或者有其他其他的因素 各位不要忘記 台灣的某一個時期 你的收養 是非常非常盛行的 也沒有很好的一個紀錄的 制度在那裡 所以 很可能 這中間 比我們想像的 血緣的成分 還要再輕微一些 好 這個親密關係當中 因著這樣的 變動性 和開放性的出現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一些變化 我舉個最俗的例子 這大概差不多三五年前 台灣出現一個趨勢 這趨勢就是 台灣的一些木頭老公 牌商 繞了大路以後很紅 就是 很多很多的 牌商的欺負 不解的就是 我花了很大的力氣 挑選一個老實 木納 會別人要的人 這樣就說 很多女人在挑選一個 婚姻犯女的時候 其實是不要廢詳的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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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例子 你看到 看到這個人 就是他 一定要那個類型的 他要的是說 我要去 中後老實 然後木納的 那一方面來講 他是說這個人比較可靠 他會比較富家 一方面也是因為 他比較帶他回去亂搞 他會比較有可靠性 可是問題是說 在差不多十年以前的時候 台商開始大量的 到大陸去以後 他突然發覺 即使是再木納的 再再膽的老公 現在都有非常非常高品質的 女性在大陸 對他們有非常大的好感 所以當時對台商的妻子 這個議題就是說 你為什麼我這麼老實的 老公到大陸就變了 這一點呢 剛剛體育團體 還沒有給他提出來 一個滿整的解釋 因為實際上他不是 平保公變的 而是因為那個氛圍變的 過去的話 可能在某一定的條件 或挑選之下 他的某種一定性 是也許可以維持 因為即使到 法式的話 也沒出入 可是他換到 另外一個脈後 是內裡 口氣內關係的條件 比方說 看外觀的條件 可以被 金錢的條件 金體的條件 而這個人 懸置起來 不用看外觀的 只要有錢都可以 之類的 他實際上會使得 親密關係的 構成 又加了很多其他的因素 影響到原來 你所習慣的運作的方式 所以 在親密關係 面對一個開放性感 變動性的時候 我們的解釋方式 會往往會說 這個人變了 Giddens所給我們很重要的 一個提供的 一個觀點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 是因為人被放到 一個很不一樣的 脈絡當中 他所操作的方式 不太一樣 他可以享有的 資源不一樣 他在 那一個社會體系當中 的評價 不一樣 他在這裡的時候 可能是一個 情慾可運 很低的人 可是在那邊的時候 因為在不同地 活化社會脈絡之內 所以他的情緒有些 又不一樣 那這樣的時候 你其實很難講說 是他變了 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周圍有 整個社會的體系 是不同的操作的方式 那你從這個例子 也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一個 充滿了開放性感 電動性的社會環境 當中的時候 親密關係 多多少少 是沒有辦法維持 像過去那裡想像那種 好像毫無任何影響 能維持一個 一個穩定的 然後不會變的那個狀態 再加上 那我剛剛講說外部 就是周圍的社會環境文化的 一些改變時的人們 比方說現在很多夫妻 不在同意上班 或者常常要跑外務 或者常常要出國去拉生意 或者什麼什麼 這個 然後再加上還有一些人 是上班時間不能配搭的 你是311晚班的 或你上大業班的 那我是上學校上課的 所以這個時間上可以辦法搭配 正是因為現在資本主義的 這個生活的多樣性 這個多樣性是什麼 等一下我再繼續講 現在先回到這個 正是因為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 比較多元的 多樣的 複雜的生活 這個軌跡的生活 這個軌跡的生活 因此這兩個人讓我們 就像過去那樣的說 每天一起吃晚飯 晚飯以後 這個太太打毛魚 先生看報告 這幾個電視的 跟有景象 其實真的很難 這幾個新聞 從前我們這三台的時候 夫妻之間吵架是比較容易 因為第一個三台也差不多 第二個電視只有一台 所以必須要做某種學校 那現在的話 平到這麼多新聞的階段 有很多很多種 談每一台 還有一個色彩的分明 事實上也促使人和人之間的某些差異 越來越明顯化 因此看電視的時候那個衝突 或者那樣的分家的狀態 還不如就是買不進電視 或者看不進電視來操作 開放性和變動性只是在外部 那麼Kiddens在這裡還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樣一個開放性和變動性 其實也成為內部操作的原則 也就是個人 在這樣一個現代性的氛圍之內 對於開放性和變動性 甚至在自我的建構上面 也展現出來同樣的一個趨勢 這個地方就是他所談的這種 construction on the self 就是自我的建構 我的自我的建構 如果是過去的話 我可能是說我是幾代的子孫 我是什麼地區 我是什麼學校畢業的 我是用一些很傳統的指標 來鑑定我的這個位置 然後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講 是你們每個人都能知道的 你知道這個從前的話 我們做學生的時候 都覺得說 我就把我的課程之間的事情讀好 我的成績讀好 然後我能夠維持在某一個程度上來講 或者比方說前幾年 或者我是某某名校的 那我將來就一定有前途 這是我們對於自我的評估 然後我們在社會常規的基礎上 建立起來一個自我 我上的這個方向前進 那我的未來就是 不是夢 可以繼續發展 可是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要求其實所有的人 要不斷的去透過反思 來重新評估自己 我常常覺得激進我的學生 悲劇還在後面 不單單說熟悉外文的人口越來越多 各位還不知道你們注意到 就是目前的話 其實我們每個戲所都開始感受到的危機 這危機就是我們過去在設計的那個教學課程的時候 我們的假設是說學生是那種按照台灣人的制度 從國一上來學過英文 所以英文程度度是怎樣好的 可是我剛才已經講那個氛圍當中 已經使得很多學生 英文程度很好 那這些人進來以後 還在我們那邊上口語一 口語二 或者英語繪畫 有時候是蠻公平的 像這樣子的這個條件之下的話 我要舉個例子是什麼 就是那個reflexivity的部分 當一個局勢資源快速在變動的時候 你發覺你原來所設定好的一個人生旅途的話 可能沒辦法到終點 所以在周圍的環境這種快速變遷之下 你不得不相應做出一些不一樣的操作 你不得不去考量更多的事情 那個reflexivity就在這裡出現 所以建基於我能收到的資訊 或者收到的知識 我重新評估 而重新開辟 set a course 我自己開辟一個方向 重新再描繪出我的人生旅途來 重新理解我的人生說 我過去是怎樣怎樣 我現在最好難逃路 我需要更多的資訊 但同時我也要重新改寫我的人生方向 我的人生的特色 或者我個人的可能為了發展的方向 這些東西都在你reflexivity裡面表現出來 我現在講的是非常個人的層次 Givens還談到另外一個reflexivity 這個大環境的reflexivity 這個大環境reflexivity 這個資本主義現場體制當中 reflexivity 他把它稱為叫做制度的reflexivity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這個意思是說 在他制度上面就要求你不斷地要去檢討 不斷地要去改變 不斷地要去調整 要盤算 我到底要怎樣 我要開什麼樣的課 我要做什麼樣的事 這個講起來可能對學生來講意義不太大 對教授來講意義不太大 這個是要深等的教授 在台灣的話 過去深等的話 考慮的條件就是有沒有一本深等著作 你如果能夠寫的書在你深等著作 大概深等 你就可以開始談了 可是此刻的話 你說演藝學校的你深等的要求 都不是你深等著作 他其實要求的是你continuous每一年 繼續的都要有各式各樣的發表 各式各樣的成果 各式各樣的研究 各式各樣什麼什麼 你是humulative的表現來作為你的深等 意思就是說 你得好好地盤算一下 像文句上 就那樣大學 深等的時候 還要看說你國內有幾句話 你得獎得幾次 因此你就得盤算好了 比方說我一年要寫深等的話 那在那個年之前的這幾年當中 要make sure 要很多講 要很多研究劃告 要很多出版 而且還要寫好你的深等那個著作 所以你就真的要time yourself well 一定要好好的timing 我要什麼時候做這件事情 從前在農業時代人不要timing 因為上天會給你指示 下了一點那你嚇死吧 要幹壞了你就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你比較沒有那個主動說 我要去操作 我要去改變 我要去規劃 我要去安排 可是在一個現代性的氛圍當中 因為周圍的資訊不斷地進來 你就不能說 我就不好一個局 然後我就再也不用想了 對不起 你還要不斷地去註明 因為這每個資訊的改變 都會影響到你過的那個群 能不能夠逆進其功 所以你就要不斷地去反省 改思反思 一個工廠的進行裡面 這個inclusion reflexivity 操作的方式是說 在制度之內就是要不斷地去要求 怎麼樣提升效率 怎麼樣增益成本 怎麼樣減少人工 怎麼樣能夠創造新的市場 怎麼樣能夠做出新的廣告 創造新的消費群眾 這種制度性的不斷地改變 不斷地改變 不斷地改變 不斷地檢討 不斷地盤算 已經成為一個必需做的事情 從前在學校裡面 還比較不做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在未來的數年當中 各位會看到 越來越多的什麼教學評鑑 考基評鑑 什麼什麼評鑑 你們注意到網上新聞就知道 現在不是規定要通工務人員 那個考基的話 要非常非常仔細的來做 同學的話就是說 差不多每個多少比這樣 咱不得對主管就加重 那可是現在規定說 第一你只能有百分比 百分比是多少是加重 而且還要每多 不是說一年來一次喔 你每三個月 或者每月五月就要再做一次 這一種不斷地評量 這種一方面是知識的累積 就是對於個別的人的觀察 能更具細名義 這一點的話 也是在學校裡面 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措施 我們學校從去年開始 所有的助教聚 一律都有一個卡片 而且每天要去打卡 這是在學校裡面 沒有聽說過的事情 注意到行政大樓人簽到 這個線索的助誼啊 助教其實不用做什麼特殊的動作 現在的話 每天都要去看 夜班要上班了 每個人都要上班 一個機器前進 然後刷一下 然後再回來 老師能上班 那這樣的話 再來關心 這樣 對知識的充權 很容易 拿拿來吃吃 不客的分析 在學校裡面開始 對於老師的檢控 平常非常清楚 我們老人知道 比較多跟我們說 現在司樂文上班 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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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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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情都要可被檢驗 然後有 不管你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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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中間檢驗的這個這個知識的基礎 所以算你的教學能量能夠提升到多少 制度上講 不斷的這個 CALCULATING 我們也必須在那裡 沒有更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中央大學 從研發出發出的東西來 拿起 這個詞 民主黨的 有質疑 看 拿出來一種 我也有的資訊 希望律运都能被quantified、量化、能够被掌握 這是Ditional Reflexivity的理由 換到個人層次來講 因為我才剛剛是一個國際論文 但也對於這個Ditional Reflexivity 他對我們身上所加的一些東西 我非常感觸的深 感觸的深就是 我們生的人說不是要研究教學服務嗎 你知道服務是什麼 服務就是說你得講出來一些業績 你這十年在學校教學的話 你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時候你突然覺得說 原來我心理大動作發生了很多事情 是有可能的 他就說你有沒有發現 做社團的職業嗎 那我去跟自己哪一年我做的職業老師 我一本就做職業老師就做了 我沒有想過職業賽 幾年幾月幾日 我做了哪個社團的老師 或者幾年幾月幾日 我做了學校裡面 哪一個考試 或者哪一個叫做文比賽 或者寫作比賽 或小說獎 什麼的做評審 哪一個年度 你做了哪一個獎 哪一級的學生夫生出神 這叫做業績 否則的話我怎麼樣說出來 我在學校做了一些什麼事 業績原來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可是在此刻的話 當你要列表出來的時候 你每樣細節都要知道 我這也是教徒扣 非常了解徒扣講的 這個 這過程當中 每一個知識的巨細 你也有記載 所以我就會列出來說 我哪一年做了什麼事 哪一年教了什麼課 教了多少學生 他都要算起來了 你還要你所有的資訊 擺在面前可以看下來 一目了然 原來你做的這些事 那個時候 同學講過的演講 你做過哪一年導師 通通都要被記起來 OK 好 你說 你們好慘 對不起各位 你們也一樣 將來你要去到一個公司 其實是幾個工作 你要去到什麼 那些教學的時候 人家也會要你的track record track record 你的記錄是什麼 你做過什麼事情 像現在 尤其現在我們入學開放了 我不是在大專門考了以後 你們看那個高中生 要準備進入大學 那個真推過程當中 每一個人都是portfolio 後聯 然後他每一年做什麼事 做的是得了什麼獎 從前的話 我們對我們來講 那個獎狀 有的時候是在牆上的事情 可是現在的話 都不能只是專進荒 因為專進荒很難省 你不知道 你要開始去買特殊的本子 一個人整齊的整理 來所有的記錄 你看這個institutional 有一些壓力 但是你也會為了要增加我的形象 或者為了要能讓別人一眼看 做的事情 所以我也必須要manage 我的information 好 關鍵在這裡 就是manage how it 好 這兩個詞有什麼意義 就Giddens的這個賣肉 進來他的時候 主 subject me 我這個人 我開始必須要能夠掌握 我必須要manage我的track record 我必須要去記錄我做了什麼事情 我必須要去管理我 有什麼狀態 我必須要開始做manage的這個傾向 而且我要隨時calculate 我要算 我要知道說 其實我在申請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必須要強調的是正方面 或者說我今天是要來講什麼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比較強調的是 我哪一方面的發展 哪一方面的 我如果今天申請一個工作 是跟信念就有關了 那我應該練的就是跟信念研究起來 我會出版品 那有提同信念 可能跟信念研究的距離比較遠 可以不要練 那如果是換另外一個 我還是請另外一個工作的時候 語言學的 那我一定會去練 我跟語言教學相關的東西 理財是什麼 managing 就是managing the resources 你要開始去manage 這裡當然先決的條件是說 我們以前活在一個比較經濟富裕的年代 因此才有財合理 當時我只有兩毛的時候不用理財 就丟在那組同理就可以了 可是現在的話 這個事情不一樣 我們活在一個資訊越來越多 部資訊越來越多的時代 因此人不會manage做的 你知道嗎 你還真的得非會manage 如果到現在 各位email只有一個account的話 那你還蠻落伍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會有好幾個mail發展 好幾個account 而且在不同的地方 有雅婦的 有smail的 有什麼 你還得學會怎麼樣manage 你看你的電腦的程式 在寫的時候 都是幫助你怎麼樣去manage 你怎麼樣去搜尋 怎麼樣去安排 你的autical express 它會告訴你 你可以這裡 把你的信分類 你每天收到的信太多 不知道往哪放 這叫什麼 這都是manage 我們本身就在整個過程當中 學習怎麼樣去manage 我們的生活 怎麼樣calculate 我們應該往什麼方向去 我應該把這個投資投在哪裡 我應該安排學什麼東西 以便我未來能夠做什麼樣的事情 grieve life sealing 這種不斷的反思 不斷的透過新的資訊 來檢驗我的過去 重組我的過去 重新 never create a narrative about yourself 我從前是什麼這樣的人 我學過什麼這樣事 這每一個information management 其實都是在重新組合你的生命的形貌 這個事情我是最近比較開始懂一點 因為我一聚留去弄那個書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很複雜的東西 只是我們覺得我們有些書可以出版 那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就願意去做個事 然後後來也就開始去做這個書戲 然後剛剛那個書戲 有一系列書出來 然後突然發覺 欸對呀我們真的有個書戲 而且好像有個品牌 而且我們好像真的就開始在做 某一個領域當中的某些事情 那很多事情 你剛剛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你看不見前面的 你就是做了 然後做到了一定程度 回頭去看的時候 你突然發覺 好像有coherency你在哪裡 就是你自己建構出來 一個一致的主題 透過一敘事 重新把我的生命組合起來 各位不要小看這樣的事情 每一個在談戀愛的人 都不斷在透過narrative 重組他的生命 你看他每次約會回來以後 你的事也幫你講很久 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人都會把自己的 戀愛故事 從頭到尾講很多遍 然後說 我在什麼地方認識他呀 他什麼樣的人呀 一直說啊說啊說啊 當然過了一年以後 如果兩個人分手的話 你再回頭去聽這個故事 都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就是說我當時認識他 那個時候我就注意到他 對 所以那個人呢 其實是不斷 不斷的是在回頭 當你在回頭 再去重組自己故事 說那個故事 是不是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 是因應著你此刻的位置 此刻的觀察 此刻的資訊 而重新做一個不同 不同樣的一個調整 聽證不上台 一定會重寫中華民國的歷史 一定會重組教科書人 一定要去改變一些故事的說法 因為故事其實是構成自我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他一定要有新的一些說法 新的定位 新的意向 新的 比如說 連新聞組都先做一個Logo 就是那種Logo的話 其實人反而很 那個 記憶力很短 所以有新的Logo 新的形象 新的說法的時候 就會取代到做的東西 而成為現實 我們人也是在這樣做啊 我們也在不斷敘述我們的故事 重組我們的生命 重新描述我們的自我 這樣子一個自我的話 在現代特別容易 常常被調整 因為比方說 現在整個社會也是 鼓勵大家成長 社會大學 我們鼓勵的是大家成長 在知識上成長 可是 實際上大家也還沒看到 其實像這種成長班啊 社會大學啊 對於未來的親密關係 勢力還會形成一些衝擊 因為那就表示 一直的因素進入 如此親密關係 如此親密關係 其實兩個人就賴在一塊兒 不跟世界接觸的話 他可能變職的機會比較少 可是問題是 我們就不處在那裡的社會 我們現在處在社會 他的資訊非常容易獲得 光說在家裡看電視 都有可能變 人都會改變 因為這是資訊的流動啊 再加上我們在互動上面 在人性的互動上面 多元性的發展 非常非常快 透過網路 跟很多很多不一樣的人接觸 有很多很多的資訊 都會進得來 現在秀才不出門 天下時間 你都不知道 你所有的事情 都在他的指尖而已 這一些無出現的誘因 無限的新的資源 新的因素進入 其實會改變一個人 對他自己未來的期許 未來的計畫 未來的看法 有很多人 就拿七點光碟來講 總算找到這題目了 性愛光碟的出現 目前有很多人看過 在看過以後 很有趣的就是 有很多人看完了以後 是非常讚嘆 就是說 怎麼會有這麼好的 quality sex 很有體質的性 也有很多女人 在看完性愛光碟以後 恍然大悟 原來 I never had it good 就 隨著一個光碟事件來講 可能有很多人覺得 看這個光碟 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 對許女鳳的傷害 是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 在這個年代的話 像這種事情 已經是無法打的 它已經散到全世界各地去 問題倒不在於說 我們是不是通通送回來 大家都假裝沒看過 或者把光碟公共銷毀 我覺得不但是那樣子 而是這樣一個光碟 到底是 產生出什麼樣的一些效應出來 然後對於有一些人來講的話 突然他覺得說 我可以有更好品質的東西 可是你在今天報紙上才看到 另外一些人的反應是說 連警員回到家裡面 要跟妻子溫存 妻子都說 來我們先嘗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人 在我們這邊裝的東西 然後現在還有就是 你送你送給別人 那些人都把那個禮物要拆 就是 如果你要說到一個 人家送你一個小的 什麼照相機啊什麼的 或者說一本書啊什麼的 都要拆清楚 看看有沒有像隱藏似的 因為有很多人會感覺到說 我可能周圍有人會恨我啊 你看連這麼親密的朋友 都能夠放那機器來開 那我周圍還有何況有很多朋友 跟不像朋友 那不知道會不會 所以你看一方面的話 興起很多這種猜忌的 擔心的這種反應 可是另一方面 有開啟了很多人 對於情侶品質的一些渴望 在一個開放的這個社會當中 有的時候你很難預估說 這樣子一個性愛方面 會產生出什麼樣的作果 當初獨家報導 在復聖的時候 我們也只能想到說 我自己能夠因此而多在你面前 或者要害他的人 可能也只想到說 我肯定讓他身敗名裂 可是卻沒有想到 到目前為止的話 至少目前的這個討論的趨勢的話 其實對於情侶品質來講 贏得的同情 也超過對象的責備 那這裡面當然還有很多很多的這種 因為媒體 或者因為公眾的討論 或者因為情節 或者因為貪命 或者因為某些事情出現了時刻 而影響到了他整個的那個 敘事的改變 這一部分的話 我覺得也都是 我們這個領域的人裡面 可以去深刻地去分析 就是在一個開放而去 變動性的社會當中 一件事情 能夠有什麼樣的結局 不再是一個非常非常決斷的事情 你很多時候 它有極大極大可能的變動 如果說我們周圍的反應是這樣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預估未來是怎樣的 如果有這麼多 那麼不穩定的狀態當中 我們也多多小小可以意味到 就是了解到 為什麼有很多人 是親密關係 最後的避難所 最後的保養 就是世界重視會變 至少在我家裡面是不會的 至少還有你 天愛台詞裡面有很多 縱使世界會變 我對你 永遠不會變 是啊 還不實在 你們別的意思嗎 OK 面對這樣一個變動的世界裡 人對於親密關係的 穩定和要求更高 這是一面 再講第二面 第二面 這樣一個親密關係 在現代 是一個自我選取的關係 不像從前 父母之命 沒錯之言 別人替我決定的命 不 經過很多初年的戀愛革命 家庭革命以後 戀愛的對象 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是我們精心挑選 是我們抉擇 透過了愛情 而Bound together 把我們融合在一起 你中有我 我你中有你 這樣一個愛情的關係 自我的選擇 有緣 有情 有命 兩人怎麼樣的融合在一起 這樣一個關係的形成 也使得 任何變動的發生 更是難以承受 因為難道我選錯了嗎 難道我當初經歷家庭革命 爭取了跟你 將手的這個機會 是錯了嗎 到頭來 原來我白打了一場嗎 OK 我現在講的這個部分的話 是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在一個開放和電動的環境當中 我們其實對於親密關係 其實有額外的加碼 額外的關注 額外的透 就放進一些能量 因此也使得情 情愛關係當中 某一些變動 變得如此難以承受 男人要殺掉他的女人 殺掉他女人的過去愛人 男人要做各樣的事情 裝頭拍啊 或者要殺人啊 女人要搶來搶去啊 如果搶放在那裡 然後我就把那裡就殺了啊 這些 這種越來越難以承受 所以老實說 愛情關係的破裂 在現代有越來越慘烈的展現 越來越慘烈的這種展現 其實是突顯出來 那個環境當中所形成的這個變動趨勢 以及我們對於親愛的親密關係的這種 穩定性的一種特別的要求 這中間有巨大的差距 形成的那個慘烈的基礎 最大的悲劇是 這樣一個開放的變動的環境當中 親密關係當中的變動 是這麼的難以避免 是這麼的必然發展 而我們有這麼樣的不要它變動 那樣子的拉扯力量 其實我覺得 在每一個程度上描繪的時刻 在每一段親密關係當中的這種坦特 這種擔心 那你說 什麼叫親密關係當中 談這個擔心法 等等 你再回頭來看一件事 去年很大的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 Mark Douglas要跟那個 什麼什麼Zita Jones 看 大家都知道了 他們兩個要結婚 他們兩個要談結婚的時候 他們很準一準的談小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像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當然在古代系統 因為古代的家族 家族之間談婚姻的時候 可能會談 就是你來外地要的歌給我 或者下次打仗的時候 我來幫忙你 之類的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 現在到了現在 既然你一個展示的面貌 開始出現了 就是個人 你跟我閒商量 大概是什麼樣的狀態 而且現在的 比較更多的人 在談摺偶的時候 常常會跟你講說 無論你怎麼愛他 你們結婚的時候 戶頭情況比較合一 那就是 不管我們怎麼愛你 你認同我 你認同你 但是戶頭還有兩個 各自的 而且很多人一開始傾向 就說不要灌了夫妻 因為灌了夫妻很麻煩 你灌了夫妻以後 你常常有 曾經有很多Document 你的畢業證書 你的執照 你的什麼什麼 那個名字不合一的 大家解釋很久 麻煩 所以很多人都開始 個別化 就是不必灌了夫妻 忘了講 不必灌夫妻 這個文法修改 其實上也在鬆弛 原來我們所熟悉的 那種 女人副屬於 她的丈夫 這樣很傳統 所以看到 是誰參加了 我們傳統的 美好的婚姻和家庭呢 是我們國家的政治還法律啊 是私人屬於生產制度 還有流動啊 是什麼什麼 你可以講很多很多話 OK 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Reflexivity 這種不斷的停伏 停伏 也使得人們對於親密關係當中的狀態 開始不斷地進行停駕 所以從前的話 嫁機隨機 嫁狗隨狗 那種對於嫁了以後 我就沒有這樣的其他的出路 也沒有其他的可能 因此我就認為 這種劉拉太子的這種 生命目視的書寫方式 其實越來越很少見 很多人在結婚以後 甚至結婚到了三十年 現在很多人開始考慮離婚 因為 Reflexivity 我開始便宜鼓鼓 然後想問 nutzen呀 我這一輩子 늪 三十年來都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生活 我要這樣活下去嗎 不要 我要做我自己 你看我做的這個 所有商品廣告什麼之類 也都會鼓勵個人 個別化 Individualization 是這個過程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趨勢 就是個別化 不再是說我的命跟你的面連在一起 相反的是我們個人要為自己的命負責 個人要為自己的生命怎樣行走負責 這一些趨勢都賦予了主體 一件很重要的跟從他不太一樣的做法 這個重要的做法就是 一 我即時做了決定 我還可以改 我還可以變 我即時結了婚 我還可以離婚 我還可以分居 我還可以什麼 這種對於婚姻的期待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以後 我一進去以後 生命就已經結束了 我的最後片章已經寫好了 兒童的故事也通常都知道 一結婚 然後就無論兩回合 對不對 Everett 現在的故事都不是這個樣子 每個人都知道那個 Everett 感覺不可能 每個人都知道 一開始的人會對於戀愛的期許的描述 現在都不再是說他們一定會怎樣的 大家心裡面都有一個預期 因為圍棋有這種風險意識 這個是另外一個看的嗎 風險意識 風險意識的話是 Ethnic Giddens 跟 Norange Back Back 跟 Giddens 都非常強調 就是我們躲在一個風險年代 風險生活當中 換句話說 變數很多 而且我們是常常需要有分別的 更多的知識才能夠做出判斷 而知識要掌握在別人手上之類的 所以有談到這個風險 而且風險社會的話 就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 因為在某個地方出了一件什麼事的時候 我們這邊也會動搖起來 OK 因為這不是今天講的主題 所以我就只是可以再過去說 那個風險意識 意識時刻現代社會 特別是晚期現代社會 晚期現代社會 Back this year 你就稱呼它叫做 Risk Society 風險社會 風險社會不是真正的危險 只是一種預期要危險 而產生一種心理狀態 就是 I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而且可能會喔 因此我要做什麼樣的誤法 是人在一種比較自覺的警戒狀態當中 OK 這種風險意識 目前已經構成了親密關係 你就用到的一些成分 也就是說大家不再會去說 我嫁了就這樣子了 我結婚了就這樣子了 相反的大家都還留了一手 大家知道說 誒有可能不成 有可能會怎樣 因此我不要傻乎乎的 把所有東西都回進去 你去看所有人員 付錢 都會告訴女性的說 希望不要說因為結了婚 所以就全面梳成 不要這樣子 你不要把所有東西都投到 跟丈夫合在一起 你要維持自己的空間 因為到頭來的話 搞不好你要負錢大的責任來 所以你要維持自己的這個獨立性的話 萬一有離婚或有什麼這個的話 你還能活得下去 這種獨立性 這種獨立性的話 其實在社會制度上面來講 也是在鼓勵的 比方說社會福利制度建立 社會福利制度的建立 在某個程度上來講的話 是使得個人性 更加快速的發展 一定是因為不希望我們還是以家族 成為單位來扶養老人 來養育小孩 當老人和小孩 在社會福利制度上來被賦予 成年人 有生產力的人 同樣平等位置 還有各自量年間保護 有各種福利 有各種醫療體系來保護的時候 事實上也使得老人 小孩在某個程度上來講 佔有他分配的個人的位置 他不再是一個 totally dependent的人 而是會有其他的方式 過去說我們養兒防老 這句話越而越不能行使 因為很多時候 小的賺了不夠錢 也不可能養育 所以反而有很多老人 現在開始有意識 就是自己的錢 不要說存啊 省啊 省啊 省下來 然後就給小孩 因為滑過來 你給了他以後 你就變成器兒一樣 被丟出去了 很多老朋友現在反而有 財力是說 我要有自己的錢 我要過自己的生活 你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過去那個養老院 常常被試的是丟棄父母的地方 進養老院是一件很悲慘的事情 覺得說我如果去養老院 我好沒面子 就表示我養的兒子都不孝 怎麼那麼養我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像我媽媽八十歲 我媽媽那一代的觀念 正在改變當中 我媽媽最熱衷於做的事情 是到各個養老院去參觀設施 Shopping around 我不是瞭解 他在那 就是我對我的老年生活 會可能有什麼樣的預期 和期望 我不要自己空想而已 我要去看 我去看每一家的設施 每一家的活動 每一家居住的人是怎樣 然後我自己來做出一個判斷 這是在從前不可想像的事情 就是一個人 能夠以這樣一個理性的態度 然後做一個資料的收集 評估篩選 然後在最後來做一個決斷 而且在這過程當中 他完全不要子女參與 他沒有說你帶我去 我們一家老一家 看到就是叫兒子帶 或叫女兒帶 什麼之類的 我媽沒有 他就跟他自己的朋友 同才 一起去參觀 我覺得這個 上一代的人其實很難想像 因為上一代的話 人是坐落在一個家庭的聚落裡面 所以很多事情發生 很多決策要做的時候 其實在家庭的條件之下來做 可是現在我們也越來越看到 在這樣一個個人化的趨勢當中 父母親都開始看到 個人化的趨勢給大家帶來的好處 我如果有自己的房子 我很自由 我不要有 尤其是我如果有自己的 退休子女兒養老健康 我可以不用子女來管我 因為那種依賴性的家族關係 往往就是 常常 父母親在年輕的時候管小孩 他老的時候被小孩管 那種互相的權利的人造關係 在家族裡面不斷的複製 在不同的情侍上 有不同的人來的施展 可是在個人化社會裡面 他突然常到了甜頭 他可能會覺得 有的時候很寂寞 可是他也發展出來 新的關係之後 老人跟老人之間的關係 他也有新的一些活動 我常常覺得他去參加那個 事工所 衛生所的解肥班 不是去解肥的 就是交朋友 你在那邊鬧玩 戴在一起 有事情可以做 給他生命有很多其他的內涵 這也是過去很難想像的 老年人一邊在家裡 寒遺夢孫 可是現在不 老年人有很多其他的活動出去 他喜歡他自己個人的個人性 你如果還從從前的眼光來看 你會說好可憐喔 這個老人都沒有兒女陪他 可是老實說 有一些兒女 我媽媽是不希望陪的 不希望那種兒女陪 因為那種兒女的陪是一種管訓 兒女會說 你這邊又吃這個 或者你這邊又穿那個 就囉嗦來囉嗦去 跟我們從前討厭父母親 是一樣的道理 OK 這一些趨勢 其實在我們周圍可以看得到 你們大家也注意到 我通常講的東西講不到很深的那種體驗 因為我覺得真的 真的能夠把一個東西講的 能夠讓你連著上線 就是日常通過中的例子可以看到 Giddens所描述的這樣一個 充滿了開放性變動性 人逐漸的個別化脫離傳統 他的親密關係當中 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可能變數 因此人的心裡面有所準備 有所預期 這種盤算 這些趨勢 是一個大的趨勢 這樣一個大的趨勢 使得親密關係也開始有些轉變 現在最後要講到 這個親密關係轉變成什麼樣 Giddens在這個書裡面提出來一個新的名字 叫Country文字 翻譯起來說會流 會流式的愛 會流式的愛的意思就是 它要自然的兩個人決定選擇在一起 而不是說我們靠著 嗯嗯 對不起 通知有罪因此你不走外遇 不是用這種方法來拴的人 也不是用每一天派真心去跟蹤他來拴的人 就Giddens來講 最符合現代性的親密關係 其實是這種會流式的愛 就是兩人因為彼此願意喜歡而會流在一起 如果兩個人覺得不想在一起 不留分開來 就像河流一樣 有可能支流會在一起 但也可能再分出去 可能再流向大海 所以像他這個描述的話 其實是對於這個感情裡面 高度的民主化 兩個人就基於自我意志的選擇 而選擇在一起 如果要分就好好分開來 不要死托伯拉 死纏亂打 不要去灑網水 或者拿刀削 對於Giddens來講 複合Modernity 這個是Late Modernity 這種充滿的Risk 充滿了Furidity 充滿了Change的環境當中的話 其實比較適合這樣一個氛圍的 親密關係的狀態 是Control的 是尊重的 是自在乃去的 當然這裡面說的是很美 但是要怎樣去維持到說 我又希望這個關係是個穩定的關係 以至於給我的生命有一種很聰厚的基礎 可是另一方面 我在這個關係當中 因為保持有高度的開放性 那怎麼樣才能夠有這個穩定性 可是又有這個開放性 這裡的這個Balance 要怎麼平衡的話 Giddens並有給予來有很好的故事 但是這也並不表示說沒有人嘗試 70年代就有人在寫Oper Marriage 開放式的瘟疫名著 大家有興趣的話去看一下 這個開放式的瘟疫實踐 是怎樣操作 就是怎麼樣能夠有一個穩定性 可是也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和尊重性 這裡我覺得它最大的這個可能的Promise 我們前景 最大的前景是說 人因為預期到了親密關係的變動和開放性 人因為預期到了有可能會分手 有可能會改變 有可能會怎麼樣 因此我們對於婚姻 對於親密關係的期望 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個大鐵環 兩個人要鎖在一起 然後什麼都不可以 如果有的話我就痛徹心肺 就這樣子 也就是說 由於我們有這樣一個認知 知道說我們的前景是不可預期 而且抓也沒有用的 捆也沒有用的 因為知道有這樣一個risk 跟這樣一個fluidity 因此我們個人對它的情感 結構的建構 不過就不必要再像過去它樣子 是那種御生御死 這個御生御死 只要在流行歌曲裡唱就可以 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上面的話 差不多就可以 就不需要太過分御生御死 否則的話 在一旦有變動的時候 悲劇會不會再現 啦哩啦啦的 講到這麼多了以後 大概如果總結一下的話 講得清楚的成績的話 我們都活在於 充滿了現在性的年代 充滿了開放和變動性 相應的對於親密關係 也形成一定程度的終極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 因應的這樣一個衝擊 而開始比較開放和流動的 對於情感結構 或者人際關係結構的一個 重新的期許 或重新的結構的話 那也許我們不會看到 這麼多的悲劇發生 我是把他叫往很低低層次來說的 好啦 Pomate the moral message Dennis沒那麼清楚的講 但是我覺得說 他把這個confluent love 為留愛這樣一個操作的模式 放在眼前 其實讓我們看到說 對 沒錯 有些人是可以去 開始去發展 這樣這種形式的互動關係 一定程度的流動和開放 也有一定程度的出於雙方願意 而建立穩定性 所以對他來講 親密關係的轉變的話 是有很多被替代發誓 但是這個轉變就是趨上 越來越多的民主化 而他是比較樂觀的看說 這個民主化的繼續發展的話 應該會使得悲劇減少 好 現在已經三點 不得了 我只能暫停在這邊 那也許休息以後 大家可以想一想 有什麼 因為剛剛有時候 差了很多很多東西 有些環節也沒有講很清楚 等一下大家可以再提上 我們就再講 講清楚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一定馬上就發現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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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才非常的好 我 很多年來 我剛剛忘了介紹 都忘了講說 我已經認為他這個 非常好的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好像天生 口才好 然後整個 思考 思考力非常 而且我們有很多人跟他學習了 艾滴是一個非常好的 那個 tine in herself的一個 直見者 因為他可以 取過那麼多的工作的成績 那剛才提了很多很多 有趣的問題 我覺得我一次在反復思考 因為他突然提到說 親密關係的轉變 實際上其實是主體性的展開 主體的不斷的反思 重組 重新思考 那這個 或許呢 我們也可以去想到說 這個 社會民主化 這是一個 現在性的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 各種 現代機構 可不可能這麼自在的 那個 不斷地反省 重組 重新展開 那或者是說 學科和知識 我覺得我們 最關切的就是 這個知識 他學科可能 不斷展開 不斷地重組 那還有就是說 他提了這一整套 問題 跟現代性中間的矛盾 現在性很根本的 調整危機性的 規訓的 控制的 管理的 跟那個 那個 那個 變動中間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我想我們就希望 從今天這樣 行間下來 我覺得是真有趣 因為好認識 我們那個 思考的那個相關 那 我們就開放好 用好不好 有問題 其實我知道今天重點是 同學科的 故事 公主局 剛才的那個 演講中 好像把那個 傳統跟現代 做了一個很 很潔然的 二分 而傳統 在西方的傳統中 又有 六分的 一種 剛才講的 是比較 中式性的實體 其實在那 之前還有一套 就是 國民復興主要 重新的那個 一個 人們主要的 國民復興的 這個實體 也是 那個也是 那也是 在目的 從現代 前半中 重要的 一次 那 如果說 傳統在 中國的 時空之下 可能我們比較 經歷 我們在 某些地方 走得之前 那我想講 就是 剛才所說的 這個 現代 在親密關節中 一方面追求 或者第一方面追求 變更 如果 是用 西方的模式下 的 現代性 來看 好像是 那個 在 所謂 古典的 那種模式之後 發展的 現代 比較強調的是 就是 比較強調的是 就像 剛才講 可以 對未來做 一種 預測 然後 用哪些 能夠 掌控 那種 威化 跟 控制 產生 那種 穩定的感覺 一切 超市在 人 甚至是 人已經 取代了 這方面 可以 互助 發明 很多 事 互動 可是 這個 到 我們所說的 後線 那種 募力 失去 控制 雖然 比如說 最熱門的 生物工程 仍然 在 確認 我們終於 對待 私底 延續 碟碼 方式 現在 知道更多 甚至各個國家分配 做一個號碟 哪個 人私底 研究 那也是 延續 知道 現在可以 控制 掌控 方式 用軟定的方式 可是 剛剛 提到 沒有 變動 所謂的 實際 變化 或者 人際關係 變化 這 我感覺 反而是 對 現代感受 呈現的 權性 控制 人們 人主 像是常用 或者是 批判 所以 這個就連接到 今天 因為 有的 背景資料 有關 不權 性權 把這兩個 當作 或者是 台灣 女性主義 發展 那種 或者是 性別 性別 一種的大主 來看的話 考慮過 對於 父全判 好像是 把它歸位於 或者說 父全判 對於這個 心全判 把它理論上 架構 我們是 後現代 而且是所謂 呈現 那種 會思 協力 的 協力 那種 不權 那種 性權 那種 後現代 但是 我是覺得 這樣來的 談論 後現代 那種 批判方式 人能著重於 各個男女性 在主張的 男女之下 各種不同的 異議 或者說 以性別 來講 對於 對於 性別 各種不同 且向 那種團體 各自公立 作為一個 三合 然後 不跟其他的 團體 發生相連 那種 這種 公結 方式 在我看來 好像 反而不是 我們真的 剛才所討論的 那種 隨著關係 而演化 的 變動 而是 比較像 我剛才講的 那種 前些代 又 文藝復興時期 都產生 那種 無點的思考 而是 基本上是 尊重另外一種 文化 本身的 自主性 的 知性 所以 比如說 我如果是這系列 是我尊重同系列 或 我尊重各種不同 性格 而基本上 跟我是 不相對的 那 那 那 如果說是 用那種 很硬改的 那種 現代的 觀點 來看 這樣情況的話 基本上是 相信 有一個 有一個主流派的思想 然後其他只是 附屬 譬如說 可以相近 這個模式 的話 就相近 這個 這個想法 就跟什麼有關 就是 比如說 當中 那個 歐洲 他們去破產殖民地的時候 通常都是去發洩 其他的地方 然後 比如說 到了像 澳洲什麼地方 那種 風土氣候 或者說 蟲蟻羊獸完 跟他們 以前的歸類 跟類方是不一樣的 之類 可是他們只有 以前的 有衡量標準 所以仍然 是由那個衡量標準 來說 我看到的東西 是屬於 國際的分類中的 影響 所以 這樣才能產生 穩定感 可是他也 宣稱 原來的架構性 這種 擴張 是 不然的 會 會發展 所以 比較容易 所以 我認為 如果說 我們的情感模式 仍然是 一種追求 穩定 而且是 所謂自助的 透明 內人 是 在一個 我剛剛講的 現代感 希望能納入 原來的一個 激進的範疇 跟美方是 很快 比較不能夠接受 我的 負現代 光靠 這個 relation 所以 促進的 和 負現代模式 而這種 後現代模式 在我看來 比較 可以讓我 理解 台灣所發展 以性權派的 那種 選擇 而 那個 負權派的主張 確實 在我看來 當他們說 性權派是 那種 會員夫人的 後現代 在我看 他們 這個 後現代人 好像不是 不只 你剛才講的 要對 那些 負責生的 方式 為什麼 我這樣講 這個問題 可能牽涉到 什麼是 什麼現代 什麼是 後現代 這個基本的 命題 然後 性權派 是否是 後現代 也包含在這裡面 這是一個 很大 很複雜的問題 那我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好了 Kiddens跟Five都稱 他就稱我們 剛下所處的時刻 叫 晚期現代 另外一些人 會稱現在這個時刻 叫做 後現代 所以他們兩個是在講 是對現況的 兩種描述的方式 那後現代的描述的話 就比較強調 那個斷裂 那個流動 那個無法捉摸 這些意義上的不穩定 之類的 那晚期現代的話 之所以他們要堅稱自己是現代 但只不過是晚期的現代 就是他們認為 現代的這個基本動力 還沒有 disintegrate 還沒有損壞 或者拆解 到了後現代的狀態 他認為現代所代表的 基本的那個衝力還在 好 那現在我們要講到這個 這個這個 充力的這個部分 嗯 一方面這裏包含的是理性 就是 Kiddens and Beck 對於理性的信念 還沒有消退 他們認為 rationality 或是 reason 還是一個 此刻操作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力量 還沒有到達下 後現代 這樣子 對於理性的根本質疑 他認為現在 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環境 基本上操作的原則 理性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然後第二部分的話 後現代的話 都捨不得像復刻所代表的 這樣的一些想法的話 會認為 解放已經無望 革命已經無望 就是所有的改變的話 其實都還是落入另外一種 權力科技有權之類的 可是在Kiddens and Beck 男人來說的話 他們還會認為 liberation 還是一個modern thing 我們還是有希望 就是在此刻還能夠追求到一些 一些 比方說diversification 或者equality freedom 因此你會看到 他的書裡面的話 這些現代的常用字眼還在 就是freedom equality 意義 這部分 我覺得都在 當然無可諱言 他裡面也包含了 被大家選擇 成為後現代的狀態 比方說對於論述的重視 但是他這個論述的話 主體無論說什麼 好像都是被建構的 好像被一個大的體制 被我們這個周圍的範圍裡面 所命定了 所決定了 或者至少建構力量 都來自周圍這個環境 可是對Kiddens來講的話 像我們剛剛一直討論這種 所謂主體的manage 主體的操控 主體對於知識的運用 雖然有一定程度的可能被操控 被影響 可是有很大的程度 是主體自己 要透過自己的理性 來做評估 我要做什麼樣的人生選擇 我要做什麼樣的生活風格 啊 這個網路也講到like politics 就是在那個 Kiddens所描述的這個晚期 現代當中 事實上的話 liberation politics 就是解放政治 追求革命 追求個人釋放 追求整體壓迫的情況的改善 這部分東西是他 他要慢慢執政被life time 延伸政治來取代 換句話說 再連到原來我們講的去傳統話 過去的解放政治 liberation politics 它所操作原則 是人有的一些social determinants 就是社會的一些參數 參數是什麼呢 是族群 性別 階級 這些參數 問題是說 目前的社會的話 有很多事情 已經沒有辦法用這些參數 來區分人類 意思就是說 你在女人當中看到太多的差異 在男人當中看到太多的差異 你已經很難講說 我們今天要追求女人的解放 因為男人都怎樣 女人都怎樣 對不起 女人就不是都怎樣的 男人就不是都怎樣的 你只過去那些參數 作為一些社會的 區隔的這個 坐標的話 已經符合了 在一個現代社會裡面 非常多過去的參數 你說階級 今天怎麼看誰是階級 哪個階級 是被壓迫的階級 或是被阻擋的階級 很難講 因為有其他更多的切割線在中間操作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Petons要提life politics 認為說 一 我們抗爭的層次 已經不再是那種大型的革命 男人和你們之間的關係 怎麼樣一個徹底的革命 或者階級和階級的關係 怎麼樣徹底的革命 相反的是比較小的 從micro的層次上面去做的一些調整 像life politics這樣 各種生活風格 各種人生的道路的選擇 個人認同的選擇 成為抗爭的一個場域 而不再是說在 什麼很抽象很大的一個概念的階層上面 所以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跟卡德波從來不認為我們是後現代的 我們不認為我們是後現代 是因為我們並不採納後現代所謂那種意義的全面拆解 全面封解 我們認為那個不穩定性是相對的不穩定性 它中間包含了相對的穩定性 就此刻那個意義確實有一些social constraints 比方說你說意義不穩定 那麼這張支票上我們隨便把讀成200萬也可以 你知道嗎? 就是200萬 雖然上寫著20塊 意義如果真的不穩定 我們這票似乎好像應該可以亂讀 可是事實上我們有些social constraints in place 而且是institutional的力量 使得某一些意義的詮釋或者流動性 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 這個局限是不是不能打開呢? 當然不 因為我們是有可能一面之間經濟通牌 那個支票上就是200萬 現在可能只值20塊 要不要意思吧 所以事實上的話我覺得 既沒有像某一些後現代所謂的那樣全然的虛擬 或者全然的利益不穩定 也不如我們所想像的理性能夠全部掌控 相反的這中間是不斷地在秘密 不斷地就是說 在理性掌控的institutional的力量很強的時候 我可能會強調意義的不穩定作為抗爭 可是當意義的不穩定到達那種虛無的狀態的時候 我可能會強調此刻的一些社會的局限 使得我們不至於這樣子的好像無政府狀態 或者全然虛擬狀態的這種無法抗爭 什麼事情都是一樣的這樣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的話 會是一個late modernity informed by post-modernity 所以這就像我剛才跟你談的就是說 現在也有一些年輕人說 他們回歸婚姻 我認為這個回歸婚的意思 就是回歸不再的那個婚姻 相反呢甚至在新的協商的條件之下 在新的對於婚姻的期許之下進入婚姻 那樣子的一個婚姻的互動的模式 以及這個婚姻對上客人的意義來講 學不等同於早些很多代人的 所以說回歸婚姻可能是一個 不是很正確的一個描述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回歸 我們總是在新的脈絡之內 操作的新的脈絡之內 就算你現在說我回歸什麼儒家思想 也都是回歸新儒家的 不可能回歸同你那個年代的儒家 所以我們是不是後現代 如果後現代代表的是某種方向缺乏 或者是不穩定 或者完全沒有 或者什麼都質疑 就是extreme skepticism的話 我們不是 那我們是不是現代 就解放這個問題來講 我們是現代 因為我還是對於理性以及某種managing 自我的生活作為抗爭 我還是採取有信念的 我還是沒有之意說 怎麼抗爭都一樣 或者說什麼話都是全力的超特別的 我不會走那麼那一條線 所以decreation在這個詞之下已經 已經 我不能說降到 可是就是 所謂降到 這個 我們不再像那個 以前的 它是群體的 它是群體 但它的群體的那個結構性 或者grouping的這個成分 不是按照最有的social dependence 說女人團結起來 我很可能在你們團結的是性工作者 或者我團結的是女同性戀 或者我團結的是雙性戀 這樣的 它的那個組合的方式 不是按照原有的一種看起來很清楚的 一刀二切的那樣去的方式 而這一些小小的grouping之間 會不會像傅全開所說的這種各個山頭病例 然後大家獨立的 我從來就沒有這樣做 性解放態從來沒有獨自山頭 性解放態總是在不同的團體 因此台北共產抗爭的時候 同志有跟他們一起上街頭 那以後雞雞抗爭的時候 想必的是有其他的團體 都跟著雞雞團體 就是transgender的團體當中 現在目前有一大部分是新工作者 第三新公關 因此這個雞雞的議題浮現 現在還沒有 我預期是2002年的議題 就是雞雞會浮現出來 那這個議題浮現出來的時候 想必新工作的話題也帶不出來 大家只要看現在就知道 新海光碟事件出現的話 有很多人希望把框架成為一個隱私話題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卻希望能夠帶動的是 風乾楚醉的話 就是把他當前的一個婚姻體制 應該重新復還起一個契機 我們同時也希望談新工作的婚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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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像王顯桌這個事件當中也是 我覺得有很多的邊緣性愛人 以及新工作本身都受到了非常多的質疑 因此在這樣的話題當中的時候 其實這幾件事情是不能分開來處理的 它必須要被整合在一起來談的 因為他們不單是在社會結構的處境當中相似 那事實上他們也常常是同一個人 去不同種身份的這樣一個操作方式 所以是很難分開來的 我似乎是說 我下面講的這個statement是我個人的性命 但是就是對新展的性命 基本上所謂的 所謂談這個性命 是屬於社會意義的基本價格 如果我不解決這個的話 其他的問題可能充分被討論 比如說 我不是這個立場 不是這個立場 我也覺得福寇不是這個立場 Floyd是這個立場 弗洛伊是這個立場 性是一個根本 因為它是跟最基本的instinct 跟raw energy相關 然後跟文明的整個架構的上面 形成的壓抑相關 Floyd不採取這個立場 福寇其實不採取這個立場 福寇的立場是說 性之所以被凸顯成為一個最主要的競爭戰場 是有一個歷史的過程 它是因為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哪一些權力技術的互相的交構 然後形成了 然後使得性成為一個非常主要的戰場 我覺得它是在一個歷史的脈絡當中形成 它不是像佛羅伊德州戰場的門上面 就privilege的性這個領域 那對於我們來講的話 更不是 因為我們更認為說性之所以在台灣目前成為一個最爆炸性的場域 其實跟復刻耐露不太一樣 復刻耐露的話 西方已經有一個非常長遠的這個性的論述的發展 性的權力技術的發展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當這個發展的過程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以後 復刻出來說 論述是有權力效應的 這些性的論述 這種要大家在精神分析的這個長椅子上面躺著說自己的故事 事實上是要對於主體一種塑造 他講這個的時候 對於西方的這一整套累積的過程是有批判力的 可是台灣的狀況更不是這樣 台灣還沒有那一個非常長的那一套的抽取技術的形成 也沒有這樣一個權力的架構的形成 性的論述還沒有開展 除了那種規範性說不要手名 你會什麼什麼 你都會養尾勝科 除了這一類型的話語之外 還同時呢 在台灣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主體的個人的性的論述 大家非常想要去講一些色情的東西 想要看色情的東西 所以在台灣的狀況跟復刻所描述的那一 西方的狀況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邊性論述的權力效應 尚未形成那種抽取式的操作方式 相反的我們還拼命在打壓那些主體 自發的想要說他自己的性故事 表演他的性行為 展現他的性趣味 所以在台灣的話 這個狀況下完全不一樣 因此在這個時刻 如果讀復刻的時候 只能讀成說不要講話 那事實上你就是教訓少數閉嘴 教訓少數因為不要書櫃 所以他那個你對復刻的這個閱讀的話 就變成形成這種 這種死刻在台灣漫落中的樣貌 所以人有趣就是 台灣其實有好多人讀復刻都讀成這種誘牌 就讀成說 不要講話 不要書櫃 不要現身 不要講正統 不要講性的這個東西 可是現在 事實上在公共領域當中 誰能發言 就是家庭醫師 蜜藥科 婦產科 就只有這種霸權 因此當你在一直講復刻的這種東西 然後降著弱勢團 你說的時候 實際上是讓公共衛生的這些人 繼續有那個發言權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的脈絡上的 差距的話 是應該此刻應該要補課吧 拜託拜託 不要直接耗 稍微看一下 這 你們老師這個 theories上寫得多清楚啊 文化研究是一個非常 Culturally, Historically Specific的 Analysis 對不對 你們怎麼來嘲笑你老師 我 我去兩區 你簡單 不好意思 這是非常Culturally, Historically Specific 這個東西 絕對不能這樣跨來跨去 我讀福寇 我為我自己一個地方 老師 但是我記得你跟話來問 請繼續 那個 不好意思 記得我剛剛老師講話來問 因為剛剛老師剛剛有講 如果說現在 他現在 台灣目前展現一些性的表真 基本上他是一個 跟剛剛老師 套用老師剛剛講的話 是想要對自己的性的故事 想要述說 想要對自己的 上網看看就知道 對對對 可是問題是在於 老師剛剛有採取的一場 一直是在於說 其實是要確立主體性 如果他們是這樣的作為的話 是要確立主體性 可是這不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嗎 因為主體性沒有確立 所以他們想要確立主體性 因為套用他今天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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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講一個架奏來看的話 那今天每一次的 每一次的 這個所謂的 親密關心的軟件 其實是在一個方向中 比如剛剛老師講一大部分 包括說今天資料的修集啦 或者說我們今天個人 要管理的一個取向啊 這樣在個人方向之下面 因為無法確立這樣的情況 因為在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個層面下 或者說自己的一個主體性 沒有辦法確立的狀況下 然後得到瓦解 所以說他們今天才要想要去 做一個主體性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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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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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是我 我今天我中間有一個地方接不到 因為它其實這是一個矛盾點 然後接著人的Gidden就講說 因為是一個矛盾點 所以說他今天有產生很多上癮的行為 包括對啊 就譬如說上癮的Stoker啊 這樣會不會真的啦 或者說他今天還有 譬如說Passion嘛 他舉一大這個領域 然後告訴我 那一部分也是我比較不同的 哦真的嗎 那你是在上癮 你一個我講 就是上癮症的說法 這樣對嗎 那可是我一直在結果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是一個 一個主體性跟沒有辦法確立的時候 中間產生了一個矛盾 所產生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斷裂面 所表現出來的事情 那接著你像他如果 如果是這個這個 這個上癮 或者說是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樣子一個 比較斷裂面的過程的時候 然後他提出這個方法 就剛剛老師講的一個 一個confirant 這樣子一個愛這樣子的狀況 一個會流愛的狀況 可是老師 你不覺得這樣是空中龍的 證明嗎 如果今天我是要我們去看一看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來講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一個會流愛的證明 針對這樣協定的情況 已經沒有辦法 做一個理性的去 去重新建構 沒有辦法讓他們 重新再建進自己的性 所以說他們今天才會變成 是這樣 所以我必須要來強調 性最浮面的那一層 把你確定他們自己 付出自己的建構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老師可不可以請講一下 第一個 一個我相不相信confirant love 我認為它是一種 是 那是一種可能性 OK 那當然 對 那這本書 他告訴你說confirant love 是最高形式 那我講過你聽說他說 他說他叫你最高形式 那我個人認為說 還有沒有形式 這本書裡面 對於一夜情的輕蔑 那這個 我在序言裡面講 所以就不重複講 他對於性工作的不信任 性交易的這種點滴 那這部分呢 都是這個 Giddens比較 比較保守的這一面 那至於說 我覺得如果 最符合Giddens的精神的這個做法 其實是說 剛性小數在發生的時候 然後網路上面 最近因為SM的這個事件 所以SM版上面 無數的人 開始在談他們的這種狀態 平常就有 只是現在就有更多人 要去看一個SM版 要去了解SM的這個狀態 那像這樣討論一下 最符合Giddens的精神的做法 是說 當然讓大家說 因為唯有在大家說的過程當中 我們才能看到世界和其廣大 而且在說的過程當中 彼此均勻勾寫出來說 SM到底是一回事 因為 畢竟 比方說有很多人 雖然實踐SM 可是搞定自己在幹嘛 或者不清楚這什麼狀態 但在這樣一個論述的這個 這個 對質或者 對話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看可以 可以勾寫出來一些說法 就好像你說 欸 台灣的這個獨立 台獨立是哪 生下來就有那個意思嗎 這些意思還是在一連串的論述當中 在彼此說 彼此解釋 彼此詮釋 提供各式各樣的口號 各式各樣的意象 製造出各種圖像 然後在這裡把這個台獨立是給他們 慢慢昏脫出來的 它是有一個形成的過程 西方的話 這個過程已經在形成 而且已經形成到一定的程度 因此復刻出來做一個介入的時候 它有一個著力點 可是在台灣我覺得那樣的 其實孩子在那小小的角落裡 還沒有很完整的講出來 還沒有充分一個文化的環境 一個滋養 我覺得此刻當然要讓他們講 至於說是主體性的確立 我是沒有資格去確立別人的主體性 但是我覺得個體要用他自己的語言去敘述他自己個人的生命 當然要有最大的機會和空間去做 我不會去質疑說 你這樣講是不是還沒有主體或什麼之類的 我不會這樣去質疑他 但是我覺得需要大家繼續去講 好那前面我有講一個部分說 有一些人的話還搞不清楚你在講什麼 那你這樣是不是也是在質疑別人的主體性呢 倒不是因為這樣子 而是因為我常常在SM版上看到的是 有一些SM者會質疑另外一些SM者 那有一些SM者會說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是更複雜更複雜 可是有些人說哪有呢 我就是那樣子啊 你就說 SM者之間也有很大的差異 這樣一個差異必須要在community的這個溝通之間 去自己去磨來磨去 磨出他們的那個共識來 磨出他們的群體性 磨出他們的主體性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你全部去talk business的那個公式 來解釋周圍這個現況的話 我也不再這樣做 但是我今天只有空 先把它的基礎講清楚 因為我一上台就先把它轟完了 你台灣那個出的興趣就是 有人說這本書有錯誤那不要讀 那我的作法會是說 這本書它所開啟的可能性會在哪裡 因為此刻的話有很多人會說 親密關係是唯一的避風感 你去看我們有很多女性主力者 所有的性關係愛情關係她都質疑 結果我問夫妻關係她一點不質疑 她說只要不要打人就很好 打夫妻關係就沒問題 只要符合家暴法的那個原則 沒有暴力相向 夫妻之間的關係就沒什麼問題不用談 最好的就還是回到夫妻關係當中 你聽到這樣子的時候 你會說對不起 再回頭看看 你所愛的那一個 你所擁護的那一個夫妻關係 其實裡面已經在質疑了 我覺得 親密關係的轉變這本書 對我來講的一個重要性 它是在此刻告訴你說 對不起在你最熟悉 你最靈以為 沒有問題的那個關係當中 正在bluin 你泡泡都在冒 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告訴你 一個社會是追求民主平等 個人的這個生命實現 這些動力不會停止在這樣 基本上 這本書一直在講 它就不會停止在親密關係之外 它就是會以各式各樣的方式 進入這樣一個親密關係 這個進入的方式倒不是說 國家用暴力進來而已 在台灣是用這種方式 我剛講的很多法律的修建 可是在其他的文化脈絡之內 是因為主屬在更大的 其他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領域當中 他的生存就必須要依賴於 他有反思的能力 他有重組的能力 他能夠有開放的調整的能力 你沒這個能力完蛋 所以你在很多層次上 都已經在打造自己 你怎麼可能在親密關係中 突然倒對面那個最保守的人 所以這種改變的話 他必定會在親密關係中 形成一些震擔 那因此我在讀這本書的時候 我就會說 啊你以為 好老闆你已經修好了嗎 對不起 請看二號已經到了 好 有來的方便 老師我請問一下 因為我覺得 現在在這邊說這個 康福樂動 可是我覺得他對他之前講的信任 我會覺得有點 所以說就是要建議這個信任 因為他之前這個 現在信任後 他講這個信任 可是他覺得這個信任 基本上是對複雜性的 就是我們今天要先搜集資料 可是為什麼不可能 聽到的時候 我們到社會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不需要投注心 所以在投注的時候 你總是用某些非理性的 或者某些 imagination 這個在這邊 那我是很抱歉 那如果在這當中的話 可是他又是鼓勵一個就是說 就是 就是如果 就如果不高興 那就協議分手 這樣子 可是我會覺得這樣會變成說 這可能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自己可能會 不是很能接受這種狀況 因為這樣變成說 好像今天我只要 以對信任來講 也許我今天跟他在一起 可是我只要維持 我在他面前的表現 所做達到他心疼就可以 可是其他部分 我可能不用產品給大家看 可是這樣我覺得很猛 對 因為他在裡面找 人活的路線 對 這是我這個問題 因為這邊他說 會有愛的 差點太可愛 差點分數 不是 不是 是 哪有人可能說 是我的私密完完全全的 對 我還有一個問題 我都還有 我還要 我unconscious的成績怎麼辦 我還要為我 unconscious的成績怎麼辦 不用 所以說 回到這邊有說 這個 comfort love 的原則 是在最大程度的開放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大的矛盾 就是 這是我們的 對 對 我告訴你 從邏輯來想 當然是最大程度的開放 最民主 最平等 最福祉的選 可是 在這樣條件之下 還要回頭去擁抱 那一個 所謂的穩定 一定不變 就很難過 這一點 當然是 我並不欣賞 最後還要再抓到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 那一個 那個關係 是不斷在打造當中 我不斷在 一方面 在行使我的trust 可是我也會保留著 那種開放的可能性 而我在那個開放的可能性當中 我也會自己的 你的trust 人就是這樣子 癲癲活活的 走力生人 沒有說是什麼 你不要把他 不能讓我想到 那種 那種 渾然的狀態 然後 我們就很自在啦 然後就 那種清然的光 我覺得 多多少少都還會 拉拉扯扯 對 在理性 與這種 暫時懸置理性的trust當中 是慢慢在維持那種 拉扯扯的狀態前進 所以 不要把那個概念 太 穩定下來 對 今天是今天下最 最完備 最邏輯的思考 假的 只是說 我覺得這裡 它有一些potential的東西 可以對 大家來使用 對於台灣這種高度不民主的 親密關係 社會中 我們就覺得 真的是不一定有技術性 對於美國來講 它可能沒有台灣的意義 就是說 到頭來還要來個什麼 偉大能量的conference club 之類的 何必咧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在台灣來講的話 是有它的一定的效應 就是讓你看到說 趨勢在此 尤其我覺得 在台灣的話 此刻的話 變動其實大不得了 如果大家不能面對 這樣一個 一個變動性 最想像中間對話 我覺得 我們大概要談 中間處對話 中間處對話 那的意義 其實不在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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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那個通姦的人 或者什麼放縱 或者鼓勵 我對於通姦處對話的 最主要的關切 是在於 我在通姦有廢話的趨勢 他不會看到的人的 自以為是 或者 義正雌言 理直氣壯的這種仇恨性 我只是觉得这样一个negative的feeling 竟然我们还要用法律来支撑它 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人要有这么大的一个仇恨的心肠 只因为他爱一个人 或他跟哪一个人怎样 然后我就恨得要死了 我要怎样怎样 你看我们现在周围所看到这些片群 哪一个不是这种心肠 你要变心 你要怎么样 脱 这个心肠造成这么多的悲剧 没有一个人去谈这样一个心肠 我还要继续怎么养他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养啊 我还在告诉小孩子说 你今天他只有一个人爱的人啊 你将来一个the right guy 我看吗 你的right person 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就是我们还在教导人家 只有一 只有一 从头到尾只有一 所以你非常小心谨慎 我告诉你越小心谨慎 将来悲剧就越痛苦 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小心谨慎到这个时候 结果还是这样 那我觉得这种悲剧的 后面的动力就是这样一个公困 也是有不幸杀死的 仇恨心肠 这个心肠 这个心肠 最明显的表达就是他们今天有准化 你说他心肠 好 来 马上去带警察来抓你 欣赴你 欣赴你 人为什么要你欣赴别人没职制呢 这种欣赴有些好下场吗 我其实下场我也有太关心 我只是关心一些 人有这样一个动力 到去 你的心 整个心 整个人都会poison 你知道 你大概不能去想象 我不遇到过好几个这种女人 就是 他在一个状态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好可怕 那个可怕就是说 他是整个身体stressed 就是说 他心肠就在打电话给谁 他就上网 我马上去看看 他这次跟谁上网 我看我们手机 我看手机的记录有什么样 他衣服 我姐看一下有没有 有没有长长头发 或者有没有香味 或者有没有口红 那一个人的生命 已经totally devoured by this kind of hatred 这种想要毁灭别人 毁灭他是毁灭自己 destructive force 我们能不能整个社会 不要去面对这样一个 destructive force 怎样被culturally cultivate 难道我们该面对这个吗 道哥在家后去问 好多女人面对的是什么 好多女人不是说 啊 you go ahead women fuck around 去看一下好多女人 好拜托 好多女人告诉你 女人为什么具于次要的地位 因为我们相信状态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 是怎样怎样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 的各种状态 变成身份最高的质量 最高的原则 最高的价值 and it keeps us from exploring it keeps us from trying other things 你懂 就是每个人担心受 我就是生怕人家 歇着我的裙子 生怕人家脱在我一下 生怕人家挤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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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整个精力都耗费 在defensive 这种状态当中 就跟刚才我讲 那种defensive 一样 我要守护我这块土地 我就禁完 谁偷吃我一口 我就把他杀了 同样的一些 etology psychology I work here 我最关心的是这些东西 你说我心而上也好 没关系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 一些心理和情节的状态 是有它的social consequence 它使得女人趋于劣势 它使得很多女人 背负污名 它使得很多女人 不能开展她的心理 这是我的gender politics it has a lot to do with pleasure but it has a lot more to do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the character of psychology healthy attitude 他写了外公民 为什么我这东西 还被当成的 像是牧师 不会吧 真的像牧师吗 不是啊 真的啊 那是经我讲话的方式啊 他不是 客气 真的啊 我还觉得蛮理性啊 太理性 所以不像牧师 就是牧师是很解释 mystifying 我上次的那个 他听不到 听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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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收入需要吧 没错 对 OK 其他都能解 那个 一圈 发她一点话先 那我就来向牧师告急 哈哈哈哈 他惨了 没有就是 其实我在昨天我有看一篇 就是那个 女性主义的性节 当然是老师在1997年 发表的文章吧 然后就是刚好跟最近一些 新一题连结在一起 然后 然后刚 也可以 陈杰老师刚才讲一下 豪爽女儿 其实我觉得如果 豪爽女儿能够做一些什么的话 其实我也觉得可以解救 某一些难的 这是怎么讲 可是女人 不想解救任何人 哈哈哈哈 可是这是 所以如果我来告解 我想说你这样想对不对 因为像比如说姓污名 这个议题啊 比如说 如果 或者说是 那一个赚培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 很多 男人也是受习苦吧 比如说我的 我的爸爸如果说 知道我 很被传言什么的 他们 如果 可是社会的论出 或那个 就是那个 传统的 那个 印象一直在那边的话 其实我爸爸也是会受伤他 如果 不用想你爸爸用很多男人 看来其实是蛮像女的 你知道吗 就他们对他自己 身体的担忧 对他们自己的状态的担忧 这一次非常像女的 对啊 我不知道如果这样想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怎么讲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 因为我 我我我问这个问题 也慢用是在看 就是这个文章 就是 如果 我的问题是说 就是 因为像比如说 这一波那个 全美鳳的报导 就是 我们其身一看的是 独家报导 他用一个 比如说 道德 就是新闻的价值 或者新闻道德的一个心态 来 来就是 就是 告诉自己说 他必须要呈现这个新闻 对 就是说 因为他 你可以不要用这种语言 说他们心里怎样 你只要说 他能在解释他们 作为性循畏 我们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怎么想 比如说 他们在解释他们 采取这个行动的时候 所诉求的价值是 人民有知的权利 新闻自由 之类 可是也不要忘了 他们同时还有说 替天行道 这是 这是我最痛恨的 的心态 就是替天行道 who are you 对 what nice do you have 替天行道 这个就是说 当一个主题 把他自己 放到天的位置上面 OK 那这个 这个是以我这个 非常现代心态的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作法 替天行道 就是 神姐讲的 好 对不起 可是 可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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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议题里面 包含很多 个性 个性对样的论述需要 我们去讨论嘛 可是最后 可能媒体上 呈现的一个判断就是 一定会用道德 不管是什么道德 来评价 然后就是 例如说 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 被简化了 就是在一个在线的 其实我 在线呈现的过程 一中被简化了 对 然后再挑战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会觉得说 对 没错 我们需要担忧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 在跳过来说 谈性解放的话 我会觉得说 有没有一个底线 这或许可能是法律 或者说 就是他们简化 那个道德的标题 你有工作在上网去看一下 反而过对于什么是性解放的话 一整个很长的一个诉说 性解放在说里面 无关乎个人的性 怎么样得到开放 或怎么样爽 或怎么样之类的 大家如果都是看 他说 我其实是希望 女人能够透过身体力行的实践 去改变他们的感觉 但这个感觉的话 不是在一个个人层次上操作 而是一个群体的层次 女人和女人之间合作起来 彼此了解她的处境 和她们身体的状态 这种资讯的交换 因为在那个阶段 94年阶段 我还不能够想象 论述可以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 那个时候 连台湾的网络都还不新 94年 现在的话 互相讨论的网络已经形成 有很多人都交换了 在那个阶段 我觉得 女人必须要透过来谈情欲 克服 她们对于性的这种恐惧 或者是什么状态 都对了 那性解放 其实关乎两件事情 如果我们把性解放 as a modernist project 来说 我先把他放到 现代性的这个 modern project project 来讲 性解放相关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de-ensitification of sex 因为在过去的话 我一常觉得 性是什么神圣 性是什么纯解 性是什么可怕 性是什么危险 就是很多人都做神话 跟性相关 什么性就是 什么九阳神功啊 什么密经 密经 什么这类这种 就是 就是很多很多 非理性的 没有 没有学理基础的迷信 或者神秘的说法 有些人说什么 幼齿对我们的眼睛 你知道吗 mystifying的说法 OK 后来有人说 精力是高蛋白 很有营养 但是这都是 非常的mystifying的说法 因此性解放手 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在知识上面的 de-ensitification 就是能够 不再讲一些神秘的东西 而是就事论事 就知识 各方面的知识 主体所进行的知识 来 脱离掉一个 默昧的状态 OK 那这一部分的话 当然 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解放 有知识 有知识 我们大家自由 我们当然都知道知识 所包含的一些权力的内涵 但是那不是一个理由 让我们停留在那种内容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再说一遍 性解放 跟政治解放 经济解放 阶级解放 性别解放 一样 第一个追求的是 Demestify 就是使得原来占上位 那个天然的形貌 很naturally men are stronger naturally 天子就比人灵优秀 naturally 哪个阶级 就比哪个阶级好 这种naturalness 要被Demestify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是透过知识 透过知识的累积 透过知识的发掘 然后使得大家 不再拘于萌昧状态 不再接受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as natural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跟所有这些解放运动一样 他追求的是什么 自由民主平等 OK 性别解放追求的是 男人女人平等 各种性别 各种性别 各种性别的平等 阶级解放追求 是阶级的平等 性的平等是什么 就是ganistan不要被囚化 就是bi不要被嘲笑 就是同性别 不要被打到 在脚落里去哭 就是追求性 各种性 何为性生这个平等 因此 你说说 性解放有没有底线 那我问你啦 Demystification有没有底线 自由平等 自主有没有底线 这些事情要不要问底线 你若问他们底线 你再来问我底线 性别解放有没有底线 请问你们的认识是否在 性别解放有没有底线 你们底线在哪里 他们才不是底线 我就来点 我就套 你们脚怎么套出来 不过 在幻灵的角度来说 问底线的人 又是为什么要问 为什么你有兴趣的 不是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更大的空间 更大的自主 更大的什么什么 你要问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我们有了底线 我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就问说 终点在哪里 其实意思就是说 问底线这个问题 其实是想要荒我的第一步 加油加油 再来 我是很喜欢对打的 对打的时候 人会被害的状态 我和你讲 人在不断地 calculate 不断地 manage 然后你现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原来可能有一个知识体系 那你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知识体系 原来没有展现这一面 但你一问的话 这一面就可以得力发展 就又问问题 他问一个问题 我答一次 他问一个问题 我答一次 他问一个我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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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最破例 我啊 你千万不要怕被人问问题 不要怕问问题 因为这个机会 那他什么都能讲 因为他没练 你知道吧 this is an exercise 问问题 答问题是exercise 你就得一个机会过招了 你知道吗 郭靖是怎样做到大侠的 是在跟人家过招的时候 面对各种不同的状况 练出来 他才成为大侠而已 我现在是想得过境界 虽然我不要说很呆子 好 谢谢 我没有想到 老师你好 我是上街水平 然后时间我要谢谢老师 今天可以让我 得见 请 没关系 不要等他 没有 就是我大概在大生的时候 第一次结束 新年这一集 就是好小女人 然后也在课堂上 做了很激烈的讨论 对 然后我曾经到 就用大学的 新年就是 偷偷的进去 换那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很齐宁 对 就是完全就是一个 我从小被教会出来 一个新的态度 就是神秘 然后偷偷去观看 那个神秘的地方 觉得那里面的人都 你是什么样子啊 对 那 就是 我其实不得不承认 是我对性解放症的东西的认识 其实就跟大概是大家都说的 太阳光大人的感觉一样 就是 蛤 这么激烈 这么激进 然后用这么 因为老师刚刚你提到的 就是说 性解放 以批的真正法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全面的 好像全民运动 要弄了一个大革命什么 可是对我们来说 看完可能说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要把性 当作一个大解放大革命 然后我们要让女人好爽 这样子 对 那这完全 就是刚刚老师娘发的 这完全是一个误解 那不是误解 真的吗 对 不是误解 河光明的写作本身 本来就是要写的一个 山洞性 我没有选择用学术的语言来写 我选择用文化研究的语言写 然后带着山洞性写 你的山洞性是为了要克服污名 如果今天性不是一个污名的题目 我就跟你说脸 我很容易就可以用理来帮你说服 但是我们是说 因为它是污名的领域 因此即使是理 说完了 不性还怕怕 就是理性无法去解决 因为恐惊所带来的非理性的效应 因此在写那本书的时候 我必须要用愉悦语言 Fleasure 就是语言 去冲破那样子的 原来的一些 一些非常 非常固着的一些情绪和情感 而且当时的话 在书里面 我也会写很多很具体 然后说 您能试验过站的小便啊 什么之类的 我为什么会写这个东西 因为当时我在写的书 过程当中 我有一次在跟丁奶贝讲 丁奶贝我想要把 我现在在详细写出来 丁奶贝就说 不要交谈理论 一定要写一些实际的东西 我在那一句话里面 我的理会是 我需要有一些很具体的行动 很具体的做法 因为我认为 人之所以形成那样的恐惧 也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当中 具体的经验当中 具体的论述的效率当中 形成那样的恐惧 不然我为什么要怕小便 我为什么会觉得 音部闻味道很可耻 为什么会觉得 那个味道很可耻 或者那个形状很丑陋 那个判断 是在一些什么样的 日常过去的经验当中形成的 当时我93年做 对性命经济工作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发现 或者领悟 就是人确实是在一连串的 生命经历当中 所养成的这个状态 也因为这样子 我也相信 要克服这些状态的时候 不是只是说 你能够克服 因为说这句话 无法抵达 几十年来 一二十年来 你的生命经历 所给你的各种认定 比方说 是害怕 对啊 我是应该害怕 你看你昨天报道上 又有一个人被奸杀 我们好像我们的害怕 常常得到一些现实的肯定 那这样子 要去对抗叫我肯定 一 我们听不见快乐的例子 这是我当时 写的《抛草女人》的时候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 在我们身体所存的 论述和经验 都是可怕的 都是那种 谁又轻害我 谁又伤害我 我们听不见 女人很爽 很自在 很探索的那种女人 我们听不见 不行 听不见 孤明的隔绝效应 因为好女人 不确跟坏女人讲话 当我们自主为好女人的时候 我们就跟那一套 那是完全隔绝 现在还有很多人 不愿意去摆上去看坏女生铁的版 会觉得说 哎呦 你看这个女人好烂 那为什么我们觉得 这个女人好烂 好民荡 好随便 我们这些观念 已经先隔绝 我们接触到这类型的知识 也因为这样 所以写好女人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点希望 写出某种气势来 一方面 我希望坏女人 如果有胆子说话 就是说 不是有胆子说话 他们本来就很有胆子说话 只是我跟我们这种 自以为好女人 任何讲话而已 我讲那种话 其实有一点点想要 大家都有一种 坏女人的气势 开始说 我管你的 我就 我其实是有这种讲法 我确实有这个经验 我就说出来 我希望能够让坏女人 让好女人 那个鸿沟 能够拆开来 所以我在最后才会讲说 女人要开始自己一直看 那通通没经验的女人 谈什么 谈五分钟就没话讲 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那我们需要有别人 跟我们讲话 那这些别人 你要怎么样才能叫她 跟你讲话 你平常都很不share她 你动不动的讲她话的话 她干嘛理你 她的经验 为什么传承给你 她为什么要跟你share 那在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必须要 开始去认识到自己的渺小 自己的无知 自己的无能 而去恳求说 花痴姐姐 教我两招吧 我是有点想要把那个 女人在性上面 可能的肯定性 给创造出来 而我也觉得 这种 我的写作里面 常常会比较倾向于 有这种气势型的打造 就是 I want to create 某一种 atmosphere 某一种 对 我就是很爽 我希望有那种 比较强势的那种状态 而不是说 我心里有很理解 我对什么都不知道 叫我回家 我是这个样子 我有权利知道 I want to know 你要有那种 aggressiveness 这种aggressiveness 其实我是传达在我的语言当中 我是用我的语言 aggressively 来让女人跟性能够发生一些 比较跟主动自己的关系 所以她的写作方式会用这种 主体呼召的方式 也因为她是主体呼召的方式 所以比较容易被人读成 individualistic 就是个人怎样怎样 那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 因为我觉得 当然人不能只看一本书 我还写了很多东西 这些方式 即使到现在 我也在写不同的东西 所以如果说有 如果说你的阅读习惯是读一本书 让她曾经刻意语照章执行的话 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觉得那样一个事态 那种照章执行的行为 这是我要对他们的 那就刚刚您的回复 其实也有几个是我一起来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议题 首先第一点是 就是老师谈到说 你想制造一个氛围 一个女性之间的对谈 那我要说出来 我就是有经验 我就是爽 可是我的疑问是在说 我们今天要讲建议读题型 我们今天要讲 我有我自己选择的方式 我自己manager 我自己calculate But should I communicate 那communicate 是一种方式 获得资讯量 但是我选择 我不要以性的方式 我要怎麽样去展现我女性力量 我要怎麽样在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裡面 我要站出来 是我有我的主体性 我选择一种 譬如说 精神创作 maybe one 就是完美的 艺术创作 很多很多的女性艺术家 她们已经讲到头角 她们有社会地位 她们可以大声说话 可是有人略意不担心 略意听她们的声音 这是一个 或者是 但是我虽然在一个 男性制造的游戏规则之下 我变成一个公司主管 可是我毕竟是 变成公司主管 这是结果 所以我可以去管理一群男性 对 那 所以 我为什么要 就是 Why sexuality 对或者是说 我为什么要采取那种 我一定要说出来 我很少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跟这也有相关 就是说 老师之前讲那个 赚培逻辑或是等等 这个问题 但是 我会觉得说 也许有的 我心里面可能没有赚培逻辑 这回事啊 对 但是 特别说出来之后 就好像真有那一回事 就是好像 在我的性别认同 或是我对我自己 自己性的了解 然后好像好像 好像真的有对你回事 好像是这样 可是其实有的人 根本觉得 蛤 这有什么 或者是我 我爱跟谁做啊 我爱跟谁上床 这有什么 可是突然这样子 一说好像煞油 这么歧视就是 我要去爱跟谁做 我就要讲 或者是我就是一个患女 也许在那时 我并没有这样子 我一直觉得 这有什么 我爱跟你上床 我觉得你帅 或者是我觉得你身材好 或者是我跟你有感情 我爱跟谁做几次 那都是我的事情 对啊 那突然迷所 好像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那最后一点就是 老师刚才讲到说 一等三要求是一个 开放性的变动的 我们要不断地检讨判算 那我想这一定也可以套用在 我们对任何运动 或是任何目的的策略的考量 那性解放弃一直以来 台湾的一个可能对男女平权 或者是性工作的 从业组织对等等 这类的一个方式 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就是 我们对性解放的内涵 就不断地弹算检讨考量 在现在这个时候 他的内涵一定有所改变 就好像老师刚讲 你一定不是只写一本书 你的观点一定也会有所改变 那我想老师 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 至少是一级以来 你对你自己某些观点 可能就是发现你现在跟过去 其实发现一些冲突矛盾 你应该休止的地方 谢谢老师 好 Why sexuality 不畏生 因为1994年是台湾的性 议题 风起零用的年代 那当时的话 也许大家不太清楚 当时的话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征兆 台湾的性责民 已经在快步进行当中 你们如果有幸福的话 是看台湾过去的 一场性责民就在发生 那是我们对于 当时的文化环境的一个评估 同时我们也看到 我们自己写文章 我们已经看到了 榜间的商业press 要对于性的这个议题的书籍出版 做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动 因为他们在 新金菜信学这本书 卖到十万的号 他们强大了点头 所以当时就非常非常鼓励地 想要去找寻 比方说本土的人来 写本土的性 那在张老师系统里面 对于出群本地的信息 是一向兴趣很大的 那我也在这里面会看到说 如果说commercial press 已经在性的领域当中 多所耕耘 那这个跟女人的力量 这么相关的阻击 女性主义者不说话 而只能说性骚扰 不要性骚扰我 那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面对着性的 这个狂潮巨浪 向前女蜂勇的时候 女性主义者只能抱着说 不要性骚扰我 You're not participating 你没有参与在这个社会 整个例子操作当中 大家都在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介入 所以好长女人写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把性这个意思 搞到一个解放的层次上 就是女性情解的 解放的层次上面去 好让当时的 事实上后来也证明 好长女人 女性的女性解放这个书 出来以后 其实坊间后面再跟上来 所有的女性情欲 解放的或者情欲方面的 这个虚处的书 事实上都没有办法 冲到它更前面去 就是女性主义的这个立场 冲在最前面 你如果说底线的话 我们是带头 我们是告诉你说 就是要冲破一切的反应 在这个时候反而使得 后面这些人在冲的时候 会说啊 谈情欲解放的时候是 是 因为原来他们谈的话 都在讲什么 夫妻之间要如何 改进性的生活啊 什么什么这类的 我们都觉得说 很无聊的东西 是因此 好长女人冲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设任何的底线 就是觉得说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空间 你让我讲 假如再说 底不底线我来设 你都在讲 我们自己来说 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些情欲 的生活体验和经验 做一个交换 以便认识到 我们的情欲是怎样形成的 对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 social historical的 project 因为我都去看 《性心情》 我的另外一本书 《性心情》 就是social historical 的project 我希望透过个人生命的 这种交换 来看到女人的处境 然后看到女人的差异 看到女人在彼此交换 故事以后会怎样 事实上的话 那一个所谓的 实际上我们还蛮成功的 因为我们后来 每一年其实都会见面 然后在那个小团体里面 以为是不在 这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个人朋友 跟各位小说 你知道吗? 我尝试了3P 然后大家就说 真的还要 我会想说 在我们的社会上 一般是想说 我如果尝试3P 绝对会告诉你 我觉得会说的 然后其他人 如果听见有人做3P 你一定说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social response to 各种各样的sexual expression 可是我觉得 在这个小团体当中 我们证明说 女人其实可以 把这个领域里面 也设立出一些 sisterhood的感觉 而不是说 这是一个经济的领域 大家都能谈 不能说的 那我认为说 为什么 why sexuality 我的self expression 为什么透过 sexuality的方式来表现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在1994年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女性主义 已经开发了各种 sexual expression 女性艺术 在那时候 不是没有人 人类已经在画 桃子 藜藜藜藜藜 这些东西了 然后各式各样的参政之说 很多人都在讲 女性应该参政 教育应该怎么样 女性考卫相关的尺度 应该放宽 人数应该不要有射限 什么什么的 很多人都在经营 政治社会 文化 这些领域当中的 女性self expression 的空间 但是有一个领域 还没人去打 因为女性有空间的自主性 女性可以自在讲话 相反的 在1994年的 反性骚扰 我们看到 唯一女性主义 能说的事情就是 我不要性骚扰 好 很有趣 最近这个 通间处罪化的事情 出来了以后 我们妇女管理提这个东西 女性委员就在讲说 哎 你们又要说 不要性骚扰 又要通间处罪的话 这是矛盾 你又不想要真正说 矛盾在哪里 哪有什么矛盾 为什么说我要 大家不要性骚扰我 跟我要通间处罪的话 这是什么矛盾 unless 女性委员的意思是说 不要性骚扰 其实就是不要性的意思 然后你要通间处罪的话 那就是要性的意思啦 你又不要性 你又要性 这是矛盾的 换句话说 女秀妍的conception of sexuality is sexual harassment is sexual harassment is sexual harassment of other exploitation 你这样懂什么 这就好像当初1994年 当我在说我要性骚扰 不要性骚扰的时候 确实也有很多 我的女性主义同伴们说 哈 你要性骚扰 那这样子大家就会来骚扰你了 OK 就是这种 好像如果说我肯定 我自己的情欲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 我是open fear 大家就可以来被打扰 都可以来骚扰我 这里的话 其实对于sexuality conception 是跟整个的 harmful的攻击的 attack 的这种负面的所有东西 揪在一起的 所以任何时候 你要讲到性 大家就想到危险 这样讲到性 大家想到伤害 讲到性 大家想到暴力 sexuality本身的内涵 只能包含这些negative的东西 这是当时女性主义的眼界 部女团体的眼界 在反性骚扰人群中看得非常清楚 那我所做的事情 是打另外一个眼界 就是sexuality has other things too OK 我说我不要性骚扰 跟我要性骚扰 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I want this kind of sex I want quality sex I don't want this kind of sex 你不要以为说我拒绝这个 那我就应该take shit 没有这回事 I want things and I want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it 所以 那这个眼界的话 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担心 因为也许他不希望在sex上面 express herself 他可能说 那我要艺术啊 或者我的话 或者我要什么什么 之类 可是you know 在文学艺术上面 在政治上面 在教育上面 在经济上面 在公司上面 在什么什么什么上面 女人都打出一片天来 就在情欲上面 女人没大有一片天 因为任何女人 在情欲上面的设备 都被视为名当 这个愚蠢 那个盲目虚荣 什么什么之类的 当时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当时我把那双女人这本书 写出来了 以后跟很多人看 你知道有 当时学院里面 有一些学运学生 学运学生 一向都走进前面 很骄傲啊 我们是学生的头啊 我们是这个智慧的啊 有一个学运学生 非常忧心忡忡的 他一直忧忡的告诉我 是 这本书写出来以后 就他是 我平常去瞧不起那些人 竟然现在是英雄啊 就是在情欲解放运动里面 他们是带头的英雄啊 我读了很多书 就我现在在那背后 你知道 就说全英雄就是常读 马克思啊 读什么就不屌了 那样子啊 我读了这么多书以后 我竟然在情欲解放陈线上 一定我的位置 没有我的位置 乖乖乖乖 没有我领头的位置 你知道跟我意思吗 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为什么在性命运当中 也必须要有人能够出来说 因为原先的那一种逻辑里面 有些人是永远被视为下流 下层出的了讨论 只有那些优秀的人 能够在运动里面领头 就像现在的运动 只有好女人能领头 一样 坏女人闪一边 所以不管是陈文健也好 琴美凤也好 或者北卡香罗 李利斯也好 多闪一边去 都被女性主义 排在外面去 因为只有好女人 能够在上层 然后里头 这个学运 学生的焦虑正在于说 新的一种价值观 和新的一种排序 出现了 而我竟然排在后面 再表示 所以Why sexuality? Because 有很多人 在现有的某些价值排序当中 他永远落在最底层 他永远出不来 而确实那个领域也充满了压抑 充满了压迫 而他们的向上爬身 是有助于改变的领域当中 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这样有没有? 这个谢老师 没有 我有回答的方式是 一 Social historically 那是台湾的一个 有待发展的领域 而且 这个